这个小伙子被系统坑乱 不仅自己想要的职业没有办法选择 就连奶妈这种辅助职业他也不配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了他最痛恨的近战剑士 气得一米六的大汉刘涵 差点直接哭出来 当他选择了攻击距离最长的长矛之后 结果系统直接就匹配了一把原始长剑 还不等刘涵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系统直接因为他这个漏洞玩家的身份报错了 下一秒 在刘涵震惊的眼神中直接罢工 但好在刘涵在被带到异世界之前是位特种兵 心性还算坚韧 算了有家伙也还行 总比手里拿着石头强 总之 现在我一定要先想办法活下去再说 于是就这样 刘涵这个倒霉蛋的打怪升级之路就这样开始 结果刘涵却连这最基础的长剑都挥不起 这你妈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打怪啊 这一招出去我还不得飞出去 没错 下一秒 刘涵直接失去重心摔了个狗肯 我这也太弱了吧 这可怎么生存下去啊 接下来 经过无数次与绿毛恶狼的战斗 刘涵终于能够控制住手中的长剑了 只是这调皮的小绿毛 还在不断地挑衅倒霉蛋刘涵 此时的刘涵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嚣张的绿毛怪竟然已经升到二级了 这你妈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小怪都比我升级快啊 小绿毛别以为你等级比我高我就会拍 吃我一剑 结果这看似凶猛的攻击 直接就被这绿毛恶狼轻松地躲开了 这绿毛怪还在一脸戏谑的表情挑衅 仿佛在说你个小垃圾就这也想打到我 下一秒 绿毛怪直接一个蓄力张着血盆大口就冲了上来 只见刘涵一个横卧将长剑对准前方 只听扑的一声 一个刺激技能直接将绿毛怪秒杀 此时的系统提示击杀二级魔犬 获得经验值22 此时的刘涵也终于到达了二级 各项属性也得到了提升 鼻青脸肿的刘涵还在感慨着 赢了赢了 这你妈也太难了吧 夜晚的山洞之中刘涵架起了篝火 虽然这魔犬看起来挺凶 不过这味道还不错 特别是经过烘烤之后的肉干简直是美滋滋啊 吃着烤肉的刘涵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想到自己刚被选中的时候 系统说的那些话 刘涵就不禁开始纳闷 既然当时同行的人有那么多 那其他人都去哪里了 就在他思索知识系统面板 却是突然亮起 等级达到五级之后 可以离开艳势之地与其他人会活 看到消息的刘涵人都拿了 这么说自己都努力了这么久了 竟然还没有离开新手村 原来这里不仅是新手村 而且是新手村中的新手村 不仅所有的魔物 都是根据玩家的实力刷新 而且只有等到玩家五级之后 才能进入真正的新手村 二十级之后 才会进入真正的游戏服务 得知真相的刘涵人都妈了 这你码什么游戏这么难啊 要不系统你还是出来消灭我们 老子不玩了 你们听说过四进制的游戏吗 就是到达四级之后 等级会直接回到一级的游戏 我们的男主刘涵就遇到了 原本系统告诉他 只要他达到五级就能走出新手村 到时候就能够进入到主要战区参加团战 所以为了提高玩家的生存技巧 安全区魔物的等级也会逐渐提升 好巧不巧就在这世刘涵的系统面 再次出现了乱码 这可把刘涵给急得直脑头 因为他觉得这个乱码的信息 一定是相当重要的消息 肯定跟自己怎样回到现实世界有关 没有办法了 现在的他只能先提升等级 等跟其他人会合之后 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情报 于是在他休整了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一早 他就开始了新的战斗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快速地提升自己的等级 不见他的生活就变成了战斗 吃掉魔兽补充体力 然后回到煽动睡觉 提升自己的精神力 然后再次进行战斗获取经验 这吃力战斗的样子 像极了爆肝做视频的情面 这样枯燥的生活持续了很长时间 被他击杀的魔兽更是数不胜数 他的经验值也在一场场战斗中 不断地叠加提升 终于在27天之后 刘涵再一次被绿毛怪顶印了 直接就给他撞了一个狗坑 但刘涵还是凭借风骚地走 一个滑铲迅速转身 他知道只要战胜眼前这个绿毛怪 他的经验值就能够升到五级了 于是他不讲武德地抓起了一把沙子 刷的一声朝着绿毛怪丢了过去 就在绿毛怪失神的一瞬间 见光已到 刘涵毫不意外地获得了胜利 此时刘涵的经验值终于达到了要求 他也终于解锁了三个新技能 看着系统面板的刘涵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光明未来 但下一秒 他的梦再次破碎了 系统竟然又乱满了 原本已经四级的他 直接升到了一级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人都裂开了 但他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在使劲地摇了摇头之后 再次看向了系统面板 没错 他还是在一级 虽然技能和其他属性都有了提升 但等级确实还是在一级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彻底暴露 不死心地他再次对着系统面板 进行了一番反复确认之后 刘涵既然升级了 虽然他们的头上顶着一级的标签 但这实力差点没把他当场台子 再次经历了四进一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系统再次乱满了 刘涵再一次地进行了一番新的重刺 四进一 四进一 还是四进一 依旧是四进一 经历过无数次打击的刘涵 已经彻底抓狂了 逐渐的他已经记不起 自己究竟已经升级了多少次 只记得每次之后都会出现系统乱满 直到一个程序员发现了他这个 一直卡在系统中的板 注意看眼前这个暴躁的少年 他在这个游戏中已经玩了七年了 但是他的等级却还是只有一级 原来是他的系统出现的一段 每次等级到达四级之后 总会重新回到一级 现在每天查看系统面板的等级 已经成为了他生存下去的希望了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真的可以达到五级 然后离开这个待了七年的心 在结束完一天的战斗之后 他照例处理了一下战场 此时的峡谷中 已经快被他的战力品堆满了 整整七年都在坚持做一件事情 像极了一直在爆肝更新的小便 但这一次的峡谷中 却突然伸出了一只没有毛的鼓爪 这竟然是被他击杀掉的魔兽的集合体 看着眼前这个不断咆哮的庞然大物 刘涵却是丝毫不慌地亮出长剑 就在巨大的骨架冲下来的瞬间 刘涵也已经摆好了架势 脸上的表情也逐渐地痴狂了起来 此时后台的程序员伸了伸懒腰 突然发现了堆在角落里的一堆资料 他自己都忘了 这是什么时候给遗忘到这里的吗 给他拿起资料查看的时候 还想起来了刘涵这个 一直卡在系统中的倒霉蛋 但此时的刘涵却是刚刚睡醒 看着眼前熟悉的房间 刘涵不可置信地闭上了眼睛 他生怕这是幻觉 突然一声系统提示打断了他的思考 只见他的手指前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系统按钮 上面的字直接就把刘涵给下了 一个弹射就从床上给跳了起来 像极了睡梦中看到催更信息的小便 此时的刘涵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还在这暗无天日的游戏中 看着系统面板不出意外的 他再次回到了一级 这次的他彻底一抹 蜷缩在一起就痛哭了起来 看着眼前这个极具暗示的按钮 他的手指开始蠢蠢欲动 也许这样自己就能够回到现实世界 但下一秒 他一把就捏碎了按钮 眼神再次坚定了起来 虽然他无数次想要放弃现在的生活 但是他手中的长剑却每次都能把它唤醒 忽然斗志的刘涵便会再次果断出击 直到将手中的剑斩断 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创造些什么打法时间 于是他制作出了一把更加坚韧的大剑 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彻底结束 有的只会是无聊而重复的生活 既然回不去 那就让自己现在的生活能够越过越好才行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他在这个游戏世界 也纯手工打造出了一个美滋滋的小家 每天早上都会有不同的魔物给自己打招呼 就比如今天就是一头身高数百丈的 一级魔兽 虽然很大 但人家确实是一级 看着逐渐朝着自己靠近的锋利巨掌 刘涵却是呆呆地站在园里 惊讽的一声 刘涵直接就被抽飞了出去 终于看这个少年困在了新手村 他费尽巴拉花了十年时间 终于在游戏中又有了自己的小家 结果下一秒 就被上门打招呼的魔兽踩碎了 刘涵立刻就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威信 就在魔兽还在自着牙发喊的时候 他那个嚣张的爪子就已经被刘涵砍了 这是魔兽二哈才意识到男主的狠占领 但此刻为时已晚 因为男主的愤怒值已经拉满 这个家确实有点小了 就用你的骨头来建个更大的吧 这一番话直接将魔兽下的原地裂开 还不等刘涵动手 魔兽就想立马开溜 临走之时还不忘凝聚全身的力量 狠狠朝刘涵释放了一个好火球之术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当即就愣住 还不等他细想 身体就被汹涌的烈焰包围 一看这个情况魔兽干脆不跑 开始持续输出了起来 在一阵夹杂着雷电的滚烫 岩浆袭击过后 魔兽竟然大着胆子落了下来 下一秒 整个飞天二哈彻底愣住了 没想到这刘涵竟然硬扛了下来 看到自己有些烧焦的发型之后 刘涵彻底露了 但此时的魔兽二哈已经升起了无数法 汹涌的能量开始朝他的身体汇聚 战斗经验丰富的刘涵直接横起大剑 就是一发抽身 数十米高的尘土被迅速掀起 所有的攻击就被全部挡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的飞天二哈都呆住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刘涵就已经扬起大剑飞身上前 削手往后一扬 又准备施展无敌拔刀斩 结果下一秒 却是潇洒地给飞天二哈做了个美甲 这下刘涵整个人都不好 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那烂到家的剑术 根本就是拿不出手啊 被挑衅到的二哈 抓住时机就张开了獠牙 下一秒 刘涵一个空中匹刹 直接教对面的飞天二哈做狗 此时的刘涵突然大声吼道 虽然我的剑术真的很差 但是别忘了我还有三个技能 老子的这几个技能 已经用了十年了 来吧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无敌三连招 树砍 横斩 刺激 超级无敌连环斩 又称三重十字斩 做完今日打卡任务的刘涵 看着倒地的飞天二哈 再次露出了会心的威想 此时后台的程序员 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看着资料上的刘涵 程序员逐渐暴躁了起来 这可是要怎么办啊 要是被自己的老板发现 自己可就是要凉凉了呀 当看到刘涵的属性链板的时候 程序员不禁露出了疑惑的光头 这么拉快的属性 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但随机程序员就露出了诡异的威想 他已经知道怎么处理刘涵了 此时不知情的刘涵 还在美滋滋地享受着烤肉 感慨着自己这次的升级速度 可真的是太快了 不过程序员不知道的是 这个家伙的属性链板 竟然还有恐怖的隐藏属性 注意看这个吃着烤肉的少年 他已经被困在这个游戏中十年了 虽然他的属性链板上 只有可怜的四季 但是他的隐藏属性 已经到了无敌的底 看他这幻想以后 美好生活的本地 像极了啃着馒头 幻想红烧肉的小便 让下一秒一变突上 刘涵呆呆地看着天空 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只变成巨人巨大的拳头 已经砸在了刘涵所在的新手村 下一秒系统提示弹出 塞哈拉特那世界正在关闭 天空也突然出现了 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大漩涡 一时间地面上的一切 全都朝着天空中的漩涡涌去 刘涵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整个人就漂浮了起来 还在空中大叫着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这一切要结束了 一时间所有的选招者 全都被丢进了最后的高级副本中 另一边的高级副本中 只见天空一阵闪电起来 一头巨兽突然被这雷声惊醒 口中还在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该死的一届恶魔也太可怜 吃都吃不完 在她的身旁还散落着一些装备 但另一边刚落下的刘涵 还不知道这些 一个大跳就跳出了丛林 看着眼前的场景 刘涵万分激怒 大笑着喊了 老子终于走出新手村了 随即便扑通一声 重重地落在了水中 在洗漱了一番之后 刘涵打开了系统面板 没想到现在的他 竟然多了一个语言翻译的技术 下一年 他的系统面板再次乱满了 不过好在是这次的重要内容 已经显示了出来 是这能够回家的任务 却让他十分震惊 最终任务 除掉拉特纳六大女神之一 而且还有丰厚的奖励 能够不老不死地回到蓝星 而且还能保持现有的实力 还可以提出三个条件 只不过不能让别人 发现真实身份 系统还温馨地提示到 在自制的城市中 可以加入猎人协会 来伪装身份 还不等他细想 就听到了一声咆哮 数十米的巨龙 遮天蔽日地从山顶飞出 刘涵看到这一幕人都妈了 怎么在这里 还有这种东西啊 只不过这样子 长得好生奇怪啊 突然沙马特巨龙 打断了他的丝套 你们这些肮脏的异界之人 竟然敢闯进我的森林 闻言下的刘涵急忙 去抓自己的长剑 这时他才发现 长剑被自己忘在了谁里 但此时已经明显来不及了 因为沙马特巨龙 已经蓄势待罚 刘涵知道再这么下去 一定会陷入被动 二话不说 避开攻击就冲了上去 看到这个人类 竟然赤手空拳就冲了上来 沙马特巨龙 不停露出了轻烈的威笑 下一秒 飞龙直接就被轰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 差点把眼珠子露出 这震惊的样子 像极了看到 催更信息的小面 注意看这个少年 刚一进入高级部门 就遇到了遮天蔽涤的巨龙 这时的刘涵 才发现自己的武器没有 原来是刚才洗澡的时候 给忘在河里了 但此时的巨龙口中 已经开始滋滋冒了 眼神中还对刘涵 露出了轻烈的嘲笑 下一秒 直接就被刘涵给轰飞了出场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人都骂了 这你马什么起风 这也太不经打了吧 原来这头可怜的巨龙 名叫艾福尔 原本他是当地骑士团的骄傲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被一个憨憨的王子看上了 非要让艾福尔带着他兜风 结果毫无经验的憨憨王子 第一次试飞就摔下去凉凉了 就连当时的骑士团长 也被送上了闸道 艾福尔也因此成为了骑士团的耻辱 其实是躲在深山老林中 好心的艾福尔这才不得已痛下杀心 只是没想到今天27集的他 竟然被刘涵赤手空拳打败了 在刘涵百经巨见的威压之下 这时的巨龙才说出了龙族的秘密 原来他根本不属于龙族 只是体型稍微大一点的非龙族 龙有四条腿 他只有两条 听到这些的刘涵人都有点慌乱 这些情报完全跟系统的对不上了 比如说系统提示的是 这里是格拉迪王国 白毛非龙却表示 格拉迪王国早就没了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艾萨拉德王国 就在刘涵思索的时候 巨龙还在不断地求饶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强 毕竟你们这些异界来的恶魔 一般我都可以打得过的 一听到这些刘涵手中常见一横立马便利 你说谁是恶魔 文言白毛非龙立马开始求饶 不 不是我说的 是女神大人说的 一听到女神 刘涵立马就来了兴趣 毕竟她的主线任务就是击败女神 没想到此时的巨龙确实拿捏了起来 你刚才把人家打得好疼啊 人家需要回去擦点药才行 飞龙边走边给刘涵解释道 其实刚开始 异界人跟本地人的关系还不错 只是过了没多久 异界人为了升级 就开始捕猎他们这些本地生物 而且他们成立了一个 民调蓝星最强的联盟 他们这些人简直强到匪夷所思 而且听说他们的首领 已经到达了一百级 所过之处无人能挡 直到有一天 他们遇到了本地的强者 国王巴伐洛特 国岛士奇诺亚 雷蒂加尔汉 以及超越者奥利文 这四人合成为大陆四英雄 是能够一几秒杀一界人的存在 随后六女神的圣誉就传遍了大陆 说一界人是跟恶魔签订契约的坏人 所有人要对他们群起而公之 听到这些的刘涵早已弃得咬牙切齿 自己可不是自愿做这些事情 原本他只是个退伍在家的肥者 是被强行传送过来的 等到白毛飞龙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刘涵已经抽出了他的百经巨解 随机一声惨叫显彻山谷 男女为了在一世界活下去 每天坚持拔剑九一子 但是这壮硕的身材 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注意看这是一座百米高的围墙 墙的里面就是一座规模不大不小 人口不多不少的边防城市 城市周围分布着不强不弱的各种魔兽 也是吸引了一大批能力不高不低的猎 因为这里有难度高低不等的狩猎任务 还有很多漂亮的NPC可以办理 小小的酒馆奄然就成为了一个小江湖 只是这天 江湖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就是我们的男主刘涵 他这壮硕的身材 如此膨胀的凶大鸡 一进门就受到了路人的关注 就连一旁正在切磋的小嘎嘎都被镇进了 正在讨价还价的猎人 被这突然间的安静吓了一跳 刚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NPC妹子一个巴掌 他就冷静了下来 见状刘涵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好 我想成为猎人 此话一出酒馆中的所有人 立马就做出了战斗的准备 原来 上一集中的飞龙并没有凉凉 而是和刘涵化敌威 对刘涵如今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逃犯 没有必要这样赶尽杀绝吧 文言刘涵也觉得不好意思 话虽如此 但白毛飞龙的心中还是有些忌惮 毕竟凭借刘涵的恐怖实力 自己很可能会被制作成为神器 在思索着咽了咽口水之后 白毛飞龙还是决定帮助刘涵 随即就掏出了之前一届勇者装备 没想到刘涵竟然毫不避讳地当场换衣 害羞的白毛飞龙直呼流氓 这一届之人都这么好放的吗 好在刘涵很快就整理好装备 白毛飞龙指着墙上的壁画表示 这里的人一般是很难见到你的目标女神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击败魔神帕洛斯 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先成为猎人 文言刘涵指着生前说道 这倒是和系统说的一样 没想到飞龙压根就看不到所谓的系统面板 这时的刘涵才知道 原来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系统面板 在对刘涵的形象进行一番整理之后 刘涵这才大着胆子走进了猎人协会 负责登记的妹子在进行了一番询问过后 刘涵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从北部看下来的 虽然妹子表面上笑嘻嘻表示相情 但是眼神中还是充满了怀疑 当然这一切都是飞龙交给刘涵的说辞 就当妹子问到刘涵的转职手续的时候 刘涵的话语却让众人瞬间警惕了起来 也就是说您现在还并不是猎人吗 随即妹子一个眼神抛出 身后的光头大汉立马瞄斗 随时准备出手 压低声音冷冷的问道 这么壮硕的身体还不是猎人 难不成是异界之人吗 可时的刘涵才发现了众人的不对劲 没想到自己准备的这么冲 难道还是要这样暴露吗 胆子为了更好地融入本地人的生活 于是他在飞龙的教导下 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伪装 但没想到他的一番话 还是引起了猎人协会众人的警惕 就当刘涵意识到情况不妙 准备随时出手的时候 众人却提出了测试能力的要求 只要把手放到眼前的句子上 就能够显示出来他的等级属性 虽然刘涵觉得这样的话 自己异界之人的身份一定会被拆穿 但是现在逃跑的话 那可就是不打自招了 虽然干掉这里的所有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刘涵还是决定将手按在了测试时上 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恐怖的隐藏属性 一定能够让在座的所有人对自己崇拜万分 说不定还能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然后自己再趁机集结队伍干掉魔神 完成自己的最终任务 结果下一秒 实际上显示出见识 等级舞 这一瞬间所有人全都愣在了原地 但随即整个协会就爆发出了震耳欲容的大笑声 负责登记的妹子也忍不住表示 对 对不起 我是专业的 但这次实在是忍不住 实在不好意思 一般一届来的人等级都比较高 你这等级也实在太拉快了 是啊 每个一届来的人都和你说的差不多 但是他们的等级都在二十级以上 真的是差点就误会了 原来你只是个五级的菜鸟吧 随即妹子笑嘻嘻地表示 入会三百金币 一次性负轻 还好刘涵早有准备从白毛飞龙那里 强行白调了一波 看着刘涵抠抠嗦嗦的模样 身后的小嘎嘎都忍不住嘲讽了起来 你们看看这个香巴浪 听说一界之人都是非常有钱的土豪 不过好在是一切顺利 刘涵顺利拿到了猎人勋章 上面刻着自由城猎人协会初级猎人的字样 名字嘛 肯定是刘涵胡周的 做完这一切的刘涵立马就想揭取任务 开始幻想自己名阳天下的场面 一把拍在了桌子上 那个我想去地下城 听说那里可以快速提升自己 文言身后的剑术师嘲讽道 你个五级的小垃圾是想去找死吗 最实的刘涵才知道 由于他的等级太低 竟然连进地下城的资格都没有 反观妹子对白毛剑士的态度 刘涵就明白了在这里依旧是实力之上 眼前的这个白毛剑士已经是27级的剑士 是众人眼中的佼佼者 这里大部分都是一些十几级的小嘎嘎 虽然在刘涵的眼中在座的这些都是垃圾 此时一旁的妹子却在暗示刘涵 奥拉德听说你们的队伍中还缺一个人 文言刘涵也是秒懂 立马就举手表示自己可以 但下一秒 对方的话却让刘涵差点出手 就他这样的小垃圾一抓一大把 况且我们的团队中已经补充了一位新成员 那就是我们37级的魔法师阿提斯 直到一把剑 对于剑士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是他的老婆 是别人绝对不能碰的东西 然而眼前这个白毛小嘎嘎因为太嚣张 直接把这里忘记了 为了能够在妹子面前装披 他决定挑战一下刘涵的底线 二话不说就抓向了刘涵的巨姐 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这泥马也太重了吧 此时的刘涵也被惹目 恐怖的眼神冷冷地看去 突然只觉得此刻的白毛好可怜 下一秒白毛就飞了起来 不对 应该是被刘涵单手给举了起来 而且是连人待见 看到这一幕的二楼肌肉大叔 也是突然对刘涵来了兴趣 眼貌金光的南南道 强壮的少年哦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不过刘涵的这番举动 瞬间让酒馆中吵闹的气氛 安静了下来 矮人族的鸡肉大叔还在赞叹呢 这么壮硕的身躯 想必等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白毛却是在大喊着 这个菜鸟快点放我下去 大叔还在自哺自地对着刘涵说的 听说你叫艾尔 虽然这里不禁止私动 但你已经给协会造成了损失 就代表着你在挑战我们的尊严 闻言不想惹事的刘涵 立马就把手放了下来 不不不 我可没打算给他打架 掉到地上的白毛还在嚣张地表示 一个五级的小垃圾 我们不要你 其他人也不敢要你 闻言刘涵也冷静了下来 毕竟他的目的是为了回家 但现在自己等级太低接不了任务 也就无法完成最终任务 但此时突然咚的一声 矮人鸡肉大叔笑嘻嘻地表示 这么大一个宝贝都没人抢 我要了 随即两眼放光地表示 怎么样 强壮的鸡肉少年 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 闻言刘涵也是一猛 怎么听这大叔说话怪怪的 随即大叔就指着二楼介绍了起来 这便是我们的伙伴了 他们都很猛到 由于这座城市的周围 分布着等级不一的魔兽 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交易 都是围绕着魔兽材料进行的 狩猎的战场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萨特森林的入口处 等级相对较低 另一个是一本平原的地下场 虽然森林中也有一些土著的小村落 但是魔兽一般不会主动袭击 但是最近魔兽 却在频繁地袭击这些小村落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这些低等级的德法科 这也是他们此行委托任务的主要目标 只见矮人大叔一个格挡轻松当下攻击 仰仗强大的肉身 直接将魔兽顶飞了出去 一头小嘎嘎就这样隐恨西北 但这些等级不高的魔兽 却是毫不畏惧 争先恐后地冲了上来 剑撞大叔急忙转头指挥 另一边的长枪手队友也是配合默契 一出手就轻松解决掉小嘎嘎 对于新人刘涵来说 他的任务也不轻松 其他人都在热火朝天的战斗的时候 他却只能隐藏实力 做一个背包袱的工具人 胆子在游戏中整整呆了十年 每天挥剑九一次 好不容易练就了一身剑子绕 但却因为等级太低 第一次和团队参加战斗 却被分配进角落里看行李 就在他被远处的蝴蝶吸引目光的时候 从营中的一群小嘎嘎魔兽 却是盯上了他 其中更是走出了一头远 靠他等级四倍的魔兽头领 就在他正在大叫着准备冲上去的时候 突然啪的一声 25级的魔兽首领顿时隐恨西北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刘涵实在无聊 轻轻用手指弹出了一发小石头 没想到系统却提示他 怪物的等级太低 无法获得经验 此时另一边的队友也已经解决完了战斗 开心地打扫起了战场 众人看着地上收获满满的材料 都不禁敢看 这次又能狠狠地大赚一笔 这解剖的场面又让刘涵想起了新手村的野人声 双手情不自禁地就将各种材料迅速分解完成 这奇怪的手速也是让一旁的队友都看得目瞪口呆 当听到刘涵过去的悲惨经历的时候 众人都情不自禁地留下了同情的泪水 纷纷开始鼓励刘涵一定不要放弃希望 一定要相信自己 明天会更好的 几人在欢声笑语间 刘涵确实得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没想到他刚刚不小心干掉 就是这附近等级最高的生物 等级更高的地下城由于太危险 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的 听到这一切的刘涵立马起身 此时他整个人都骂了 想想自己狗在这里不能升级心里就难受 于是告诉队友他要去旁边练一拐剑 加强一下训练 看到刘涵这一梦的状态众人很不放心 就当队友想要上前陪陪他时 却发现早就已经不见了刘涵的身影 此刻的刘涵已经开始快速地在丛林中穿梭 就恐怖的速度愣是把森林深处的魔兽吓了一条 他始终不相信这里没有等级更高的魔兽 13级独角犬 21级识怪 此时的他突然想起了27级的白毛飞龙说的话 放心吧我在这里很安全的 这里几乎没有比我等级再高的魔兽 好了一圈的刘涵再次有 难道自己就真的只能停留在5级了吗 虽然这只是系统显示的 但是明显他的系统并不是什么靠谱的家务 突然此时从林中一声巨响传来 刘涵立马就想起了自己在新手村遇到的飞天二哈 二话不说朝着声音的来源冲了过去 这一定不是普通的魔兽 只要弹掉他我一定可以升级的 只见刘涵刚一落地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结果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直接呆住了 这顺滑的绣法 这清秀的面庞 不就是上一集中的妹子吗 记得他是一个隐藏实力的魔法师啊 可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很久的妹子 竟然跟你一样是个男的 你会作何感想 原本被巨大声响吸引的刘涵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跑道一看 没想到这里只有一个光着钉的男人 虽然看起来很像魅力 但刘涵却对不能让自己升级的家伙没有丝毫兴趣 转身就要走 结果此时的魔法师阿提斯却叫住了他 你的行为真的很奇怪 你这个五级的菜鸟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文言刘涵还以为是自己一介之人的身份暴露 急忙解释道 我只是路过这里 听到这里有声响 所以想过来凑个热闹 一听到路过阿提斯立马就警觉了起来 那这么说他一定在这里很久了 想到这里阿提斯立马就抓起了身边的魔法棒 只听搜的一声 巨大的火焰就将刘涵包围了起来 阿提斯冷冷地说道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完我的问题再走 你是不是真的亲眼看到什么怪物 一定要说实话 要不然的话 还不等他说完刘涵上前一把 就足手捏捏了他的法杖 这强大的身材落差带来的压迫感 让27级的阿提斯一时间卷 自己才是那个5级的菜鸟 随即刘涵就大叫道 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觉得等级高就很了不起吗 等级高就可以随意欺负等级低的人吗 但是这一幕恰巧被蹲草丛的白毛剑士看到 气得他直接就拔出了自己的双剑 你这个挨牵刀的5级菜鸟 气人太深 阿提斯小姐姐是我的 你在干什么呀 这是细经的阿提斯突然变脸的大叫道 哎呀好疼啊 放开呀 你弄疼人家了 维言白毛剑士周身气势瞬间爆发 你这个菜鸟竟敢猥亵阿提斯小姐 话音当作刘涵两人瞬间就呆住了 这个家伙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阿提斯明明是个男的好吧 对呀 我明明是个男的呀 这家伙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但此时的白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之中 眼冒寒光冷冷地说道 在我说出我的无敌招式的名称之前 我劝你还是先说出你的名字 要不然还不等他说完 刘涵却对着阿提斯说道 要不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 这样多少有些尴尬 看到这和谐一幕的白毛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着 直接挥舞着自己长剑就冲了上去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5级菜鸟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等级的差距 说着就朝着刘涵给冲了过去 刘涵却是不想暴露身份准备大事化想 以德夫人 直接就是一个90度鞠躬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结果这场面竟然人听到声音 这一笑 整个独林中都在爆发出阵阵哀嚎 注意看这个男人只是想给别人道歉 结果却能让人隔着屏幕 都能听到画面碎裂的声音 原来因为阿提斯长得太过于清秀 让这位白毛团长有了仰慕之心 当看到他们两人衣服力挺的时候 还以为刘涵这个小嘎嘎在欺负人 二话不说抽出大宝剑就冲了上去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被命中要害的白毛剑士瞬间破风 全身的能量瞬间就洒满整个森林 回到住处的刘涵整个人都一谋 原本他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结果却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西肉大叔却在安慰道 小伙子不用太自责 这也不是你的错 就在这次被误中的治疗师突然推开房门 一脸害怕地说道 还好送过来的比较及时已经脱离了危险 只是他现在的这种情况 让所有的男人都沉默了 刘涵看着眼前的情况人都骂了 被重创的白毛剑士 此刻就像是苍老了几十岁一样 第二天一早 阿提斯就带着白毛剑士回了主城 后来白毛剑士知道阿提斯是个男人之后 整个人就失踪了 而刘涵也始终没有找到能让自己升级的魔杀 后来西肉大叔听说白毛剑士一个人去了地下城 刘涵好奇地问道 一个人去地下城有什么问题吗 经重的妹子解释道 地下城其实是很危险的 以他的实力自己一个人去地下城 简直是跟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那里有魔神帕洛斯建造地下城特有的魔兽 很多魔兽一出生就超过三十级 文言刘涵心中暗想道 三十级的魔兽应该可以让我升级吧 此时的肌肉大叔补通道 不只是高等级的魔兽 更可怕的是暗处狩猎的异界之人 不过那里对于异界之人的审查异常严格 希望他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希望吧 我听说那里有一种叫做阿提派特的神奇物品 是一种有无数形态和特殊能力的装备 看来奥德拉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面了 希望那东西能治好他们身上的创伤吧 很快时间就到了深夜 而刘涵此时的大脑中全都是如何提升等级 于是他悄悄地一个人来到了森林深处 望了很久的刘涵竟然一个怪物都没有遇到 此时的刘涵突然想起了之前的白毛巨物 他对这里很熟找他的话说不定有余 就在刘涵打着哈欠找路的时候 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只魔兽大侠 这尴尬的一幕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吓得刘涵直接变成了表情帮 立马拉开距离 口中大叫道 何方妖孽快快献出原形 原来这只魔兽大侠已经31几了 而且全身覆盖坚硬的甲鞘 无惧常见劈砍等任何物理方式的攻击 弱点是刘涵压根不柜的魔法技能 此时的刘涵才反过来 不由的心中暗想到 看来刘涵说的没错 地下城中的魔兽果然跑出来 何方妖孽 献出原形 刘涵在半夜一个人逛醒树林的时候 突然就遇到了一个魔兽大侠 吓得他立马就做好了防御姿态 这魔兽大侠还在咿呀呀地说道 人类 食物 好吃 随即一步步地靠近扛着大剑的男主 口中还在说道 下等剑是 你的剑对我们无效 话音当若水停搜的一声 一只外星大侠就被一劈两半 看到这一幕的另外两大侠瞬间怀一瞎声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们这么坚硬的躯壳不是免疫物理攻击吗 随即另一位大侠恍然大明白地表示 搜嘎 我明白了 他一定使用的是剑形魔法 想到这里的魔兽大侠瞬间吓得惊声尖叫 掉头拔腿就跑 只是有一只不太聪明的还留在原地 逃跑的大侠还在惊恐地吐槽 地下城外面果然还是太危险了 我还是赶紧回去吧 却不料此时的刘涵已经追了上来 大侠见到情况不妙 嗖的一声就钻到了树下 就在他还在挖洞的时候 老六刘涵已经把脑袋钻了进来 你要去哪里啊 带我一个吧 话音刚落指听咔嚓一声 整个大树被瞬间连根拔起 当看到大侠面前奇怪的传送阵的时候 刘涵一脸疑惑地问了 这是什么 随即系统面板弹出 空间传送魔法启动中 传送目的地 一本平原地下城 看到提示的刘涵人都骂了 这不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自己正在愁着怎么去地下城吗 这就送上门了 于是刘涵这个老六好奇地蹲在那里问了 喂喂喂 这是你们弄的吗 维言大侠瞬间冷汗直流 不是 不是我们 刘涵看着眼前的家伙 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拔出宝殿对着大侠说道 你不好好说说的话 我就毁了这里 你就再也回不去地下城了 此时的大侠终于急了 也不再结巴了 张着大嘴大叫道 你不能把这里毁了 也不许进去 这可是那位的命令 结果他刚说完 刘涵就已经钻了进去 既然有人说过不让人进去 那你就在这里守着吧 只要没有别人进去 就不会有别人知道 这一番忽悠下来 大侠竟然真的就听话地在这里看起了 为了能够更好的掩护 还专门做了掩护 只不过此时的地下城中 却是血雨腥风 红发少年 费听巴拉的才抵挡住攻击 随即就一脚和大侠拉开距离 但此时他的队友 却已经被暗倒在地 红发少年也明白了过来 自己手中的斧头 对着大侠没有任何伤害 但是为了自己的队友 他还是冲了上去 受伤的妹子 也是立马开始吟唱魔法 突然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 有所防备的红发少年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立马就开始呼喊 自己的治疗师 队友释放治疗术 结果等他回头看去的时候 角落里的治疗师 此刻已经拟荷西北 男子在游戏中 待了整整十年 每天挥剑九亿次 但他的等级却只有五级 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等级 他在魔兽大侠的带领下 终于找到了地下城的入口 但此时的地下城之中 早已经是血雨腥风 还好这个魔法师 在关键时刻释放出闪光魔法 不过他们的治疗师 还是被暗处的大侠暗闪 聪明的大侠知道 一定要先将这个魔法师除掉 因为拥有坚硬外壳的 他们完全免疫物理攻击 就在整个小队即将被团灭的时候 突然一阵金色的剑光 快速在几只大侠身上闪过 他们眼中恐怖如斯的大侠 就这样隐恨西北 原来出手的正是白毛剑士 他从之前自己受伤的时候 就悟出了一套新的打法 面对着全身坚硬的大侠 效果出奇的好 没想到这小红毛 还是他的粉丝 听说您一个人就敢涌闯地下城 您真的很了不起 我们也是听了你的事迹才来的 结果事实并不是他想的你 其实白毛剑士已经被困在这里很紧 自从受伤之后 他就整日喝到断片 结果有一次醒来的时候 自己竟然梦游到了地下城 可他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出去 不过这么丢人的事情 当然不可能当着小弟的面承认 看到妹子受伤 白毛很痛快地 就掏出了自己的高级治疗药水 这下可是把一边的小红毛给心疼换 毕竟这种东西他们根本用不起 妹子也是一脸震惊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我可没有什么能够还给你的 有见白毛一脸忧伤地说道 这些要对于我的伤势没有任何用处 但是他却在心中暗想 要不是我自己出不去我才不什么呢 闻言妹子洋装生气地冷哼一声 算了 就当是我欠你一个人请 白毛则是潇洒地起身说道 你们已经受伤了别再乱跑了 还是跟我一起找出去的路吧 看到白毛亮枪的模样 妹子还以为白毛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毕竟他们都听说了他昆布受伤的事情 是为了传说中的治愈类阿提派特 才深入地下城的 没想到这个伟大的见识 竟然为了我们这样的菜鸟 就放弃了治愈自己的机会 其实他们不知道 白毛之所以亮枪是因为困在这里太久 饮食不规律引发的常言而已 就在此时前面突然轰轰隆隆地震动了起来 吓得两个小嘎嘎立马就紧张了起来 白毛强忍着心中的恐惧一脸淡定地说道 如果等一下有危险的话 你们就从旁边的路逃跑 我来为你们断后 此时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 身后的两个小嘎嘎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小红毛一边跑还一边流着眼泪大吼呢 不要再看了 难道你想要看到前辈最后的惨状吗 不要辜负了他的一番心意 此时白毛却是在心中暗暗叫鼓 喂喂喂 这两个家伙真就这么走了 我只是客气一下艾雅味 注意看这个见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只是对着后面的队友客气了一下 结果两人二话不说拔腿又走 一边跑还一边哭着说道 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不能辜负了前辈的一番好 只剩下白毛见识一人在原地凌乱 但此时却为时已晚 只见铺天盖地的魔兽 一时间全部都从洞中跑了出来 看到这情况的白毛二话不说拔腿就跑了 没想到这群魔兽大虾跑得比他还要快 看到这一幕的白毛瞬间呆住了 拿来这你马什么情况 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此时地下城另一边的传送门处 全都是大虾的残肢断笔 漫天的魔兽大虾更是被刘涵单手打捏 刘涵还在一脸无语地表示 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强了 看来终究是错误了 我这都已经砍了半天了 连个毛的经验都没有 这可让我怎么生气啊 就在此时突然冲出一只黄金大虾 挡在洞口拦住了其他大虾的区域 嚣张地对着面前的大虾大吼了 你们这群没用的同位 想过去必须要先打倒我才行 但此时穿墙而过的刘涵一个没收住 直接一箭挥了过去 只见下一秒一阵金光亮起 看到眼前爆出来的装备 刘涵满脸震惊 闻到这就是传说中的阿提派特 突然系统提示弹出 火球手拙 魔力核心 刘涵看着装备心想 不是说厉害的装备 都有厉害的魔兽看管吗 他不知道他刚才随手干掉 就是四十级的黄金大虾布 以至于此时的刘涵 还在怀疑这是个假的 没想到此时系统提示再次弹出 使用者喊出召唤火球 便可以发射一枚火球 剩余次数三十次 看到这里刘涵二话不说 直接就带了上去 毕竟这可是他爆出来的第一件装备 转头中二的大喊道 召唤火球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能量 给我出来吧 结果半天过去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的刘涵才注意到 原来这个手环还有等级要求 只有五级的老六刘涵 直接就给摘了下来 随即骂骂咧咧地说道 垃圾 废皮 这种我用不上的东西有什么用 就在此时刘涵的周围 确实突然晃动了起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 刘涵立马就呆住 只见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楼梯 不过他随即就高兴了起来 心中暗想到 这下面的boost应该可以让我升级了吧 就在刘涵下去的同时 上面的入口也恢复如初 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开门声 刘涵终于是来到了地下城的核心 只不过这大厅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发着蓝光的魔力核心 在嗡嗡作响 刘涵知道只要将这个东西给拔出来 整个地下城就会瞬间探索 但是他的目的可不是这个 于是大声叫喊道 快来魔兽啊 再不来的话魔力核心就要被我拿走 你们就要无家可归咯 这个男子被困在游戏中十年 每天坚持挥剑九一子 然而十年过去 他却只有可怜的五级 为了升级的他在队友睡调之后 自己悄悄来到了地下城 再来到地下城中心后 为了能够找到让自己升级的魔术 手握整个地下城的命白 就对着整个地下城大声宣战 就在此时 突然两条奇怪的触手伸出将他控制住 地下城中最大的boost也终于出场 那便是眼前这个45级的控制之眼 看到这一切的刘涵却逐渐兴奋了起来 45级应该能让我获取一点经验了吧 就在此时沉重的大门 突然被人彻底推开 只见白毛剑士嚣张地大叫道 哈哈哈哈 脑子终于出来了 下一秒 探亲状况的两人直接就呆住了 此时的刘涵人都骂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自己隐藏实力的事情要被发现了 还有自己意界之人的身体 这要怎么给他解释 结果对面的白毛剑士 却是突然大笑了起来 直接就抽出了自己的大补剑 一脸得意地说道 你真当我不知道 在这危险的地下城河系 有个能把人心中的阴影给显示出来的魔兽 虽然当时我确实受了很重的伤 但我现在已经可以勇敢面对了魔兽 看到对方误会的刘涵当即就想解释清楚 但随即想到自己一个五级的菜鸟 怎么解释好像都不太合理啊 于是只能将计就计 嘿嘿嘿嘿 没想到竟然被你看穿了 你好厉害啊 话音刚落白毛剑士就已经冲了上来 突然控制只眼的身上再次伸出一条触手 但此时白毛的眼中只有刘涵这个魔 完全没有看到头顶的威胁 就在他即将得逞之时 头顶的触手也已经抽了下来 好在刘涵及时出手才让他避免受伤 但白毛这攻击聚昆的宝剑已经抽了上来 还好刘涵反应迅速 一个大跳就躲过了攻击 就是苦了这可怜的大布斯当那个肉垫 下一秒扑斥一声 刘涵又狠狠地将自己拔了出来 不过他却用力过猛 直接将大布斯顶到了天花板上 此时的刘涵却在关心自己的裤子 还好没有砍到 要不然自己就没有衣服穿了 就在刘涵还在疑惑这布实力的时候 白毛剑士已经再次冲了上来 还好刘涵反应迅速轻松不过 只不过这缠绕触手的手的动作用力过了 直接将空中的大布斯紧紧拽住 下一秒直接就给甩到了柱子上 白毛剑一击不中再次加大的攻势 双手被触手缠绕的刘涵虽然能够轻松格挡 但空中的大布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像颗跳跳球一般被刘涵扯住满屋子乱转 紧要关头刘涵急忙抽出触手进行格挡 白毛剑士还在大叫道 你这个五级的菜鸟你毁了我的原生 虽然此时的刘涵想要极力解释 但明显白毛已经听不下去了 就在他逐渐癫狂的时候 被砍断的触手却是瞬间将他控制了起来 这个男子被困在游戏中十年 虽然他每天坚持挥剑九一次 但是他的等级却只有五级 为了能够找到让自己升级的魔兽 他来到了地下城的核心区域 没想到同样来到这里的白毛剑士 却直接把他当成了魔兽创造的幻影 毕竟一个五级的菜鸟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而且这个菜鸟也是毁掉他人生的罪魁祸首 二话不说便拔刀相向 就当白毛剑士要痛下杀手的时候 他却被布斯的触手给控制了起来 嗖的一声就给拽了回去 区区人类也敢再次造次 简直是不把我这个地下城之主放在眼里 我看你一直没有反击 想必这个白毛一定是你的朋友吧 话音刚落他就伸出了几个带刺的触手 只听啪啪几声全都插在了白毛的身上 剑撞刘晗却是气势十足地抽出了大宝剑 你要是想要那个家伙的话就拿去好了 我只是想从你的身上获取一点经验 看到刘晗毫不在乎的母娘 控制之眼立马就改变了主意 只见一个鸡蛋大小的球体在触手中快速 下一秒白毛的身体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无数细小的触手开始快速地强化他的身体 原来控制之眼是想要通过强化白毛 让他来和刘晗进行厮杀 突然搜的一声 变异后的白毛怪叫着就冲了上来 看到不为所动的刘晗 控制之眼还在嘲讽他 果然是他的朋友 看来是不愿意出手了 就在变异白毛攻击上来的同时 刘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出一箭 整个大殿的石柱瞬间四分五裂 变异白毛也被强大的气势甩到了柱子上 45级的地下城BOOTH也被瞬间劈成两半 他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怀疑 他明明才5级 这怎么可能 此时的刘晗还在一连老六地说道 这就是地下城的最终BOOTH吗 击杀他系统连个提示都没有 这最终BOOTH也不行啊 刘晗不知道的是这大BOOTH 竟然变成了飞身悄悄逃跑了 扑扔着自己的小翅膀心中暗想到 我一定要尽快把这情况告诉那位大人才行 还不等他细想就来了一个击杀车 原来还以为是苍蝇的刘晗随手 弹出了一发蘑菇蛋 就在刘晗想着天马上就要亮了 自己要快点回去的时候 突然盯了一声系统提示音响起 看到系统面板的刘晗人都呆住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 想想自己之前干掉一只几十米的魔群 抠搜的系统才给二百五十八的经验 这次竟然给了十一万多 自己这不是直接满级了吗 哈哈哈哈 老子终于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结果下一秒他却呆住 系统提示 升至六级需要五百四十五 以八千一百八十六万两千五百六十点经验值 数学不好的刘晗瞬间人都妈了 垃圾系统你玩不起 直说呀 注意看 这个少年一个表情就撑起了整部漫画 这一切只是因为他被系统耍了 原本从他只需要几百经验 就能从四级升到了现在的五级 就在刚刚 他不小心淡掉了地下城四十米级的大步 系统直接给了他十一万三千二百四十点经验值 就在刘晗掰着手指头 算自己能够升几级的时候 下一秒系统提示弹出 升至六级需要五百四十五亿八千一百八十六万两千五百六十点经验值 这震惊的事实直接就让刘晗进入了待机模式 这让他一度怀疑是系统故意的 就这样时间过了一周之后 刘晗终于恢复了正常 整个小队再也没有在这附近发现什么怪兽 于是他们便启程返回来主城 没想到这原本进出自由的自由城 现在竟然要向他们要通行政 赶车的老大爷一听到通行政立马就不乐意了 守卫小伙子 来来来我们好好摆头一下 就在此时守卫确实认出了他们的矮人大叔小队长 叔叔你还不知道吧 听说几天前所有的猎人都被紧急招呼 听说一本平原的地下城消失了 听到这些刘晗立马就回忆了起来 整个团队的气氛也一时间降到了冰点 看着空荡荡的接纳 刘晗回忆着心中暗想道 当时虽然自己大脑带接 自己肯定没有带走地下城核心 要不然自己也不可能从传送门出来 于是好奇地朝着身边的人问道 那个地下城究竟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啊 队友也是一脸疑惑 不知道 按理说地下城关闭可是猎人的荣耀 如果不想让人知道的话 我想八城是异界之人干的 而且听说现在城里面已经开始排查了 就连教团的审问官都已经出动了 只要是超过二十级的都会被带走审问 听到这些的刘晗急忙问道 那大叔和安博姐都超过二十级了 他们这下起步就危险了 但是想想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异界之人 虽然自己因为系统bug才没有超过二十级 但终归是心情复杂 大叔却是非常乐观地表示 大家都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结果不还没有出来 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就行了 走吧 先去把这些磨合处理了 总不能让这几天的风餐露宿白费了 对了 还要为埃尔第一次完成任务来一次庆功宴 听到这些的刘晗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背着材料冲向了市场 此刻他只想多做点什么 大叔看到这么努力的刘晗 脸上也浮现了欣慰的笑容 结果刘晗刚到点当行 立马就给老板吵了起来 小伙子现在不是我不受 是上面的事情 搞不好是要牵连到我自己 再说现在地下城也没了 城里也没什么猎人了 收了我也卖不出去 虽然刘晗一再苦苦哀求 老板依旧不松口 小伙子我劝你们也赶紧出发 无论多少钱都不要再出手了 在教团的面前 还不等老板说完 黑暗教团的人 就已将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前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害怕的黑袍人 只因为他的背后是恐怖的黑暗教徒 很不幸我们的男主刘晗 却被他冰上了 只因为他要一次性处理 一百万的魔兽采料 然而他的等级 却只有可怜的五级 还不等刘晗细想 审查官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少年很不错嘛 这么多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呀 此时的刘晗才发现 他的戏统竟然看不穿面前 致人的神 就这样对峙了三秒钟之后 黑暗教团的审查官也蒙了 这个五级的菜鸟怎么不知道害怕呢 要知道他们黑暗教团的名声 是个人听说了都要退避三射 眼前这个菜鸟为什么能够这么淡定 忽然只听他的一声 一块金色的测试石被按在了刘晗的手上 既然你这么淡定的话 就证明你的等级一定非常高 现出原形吧 这个异界之人 五级 还不对啊 他为什么只有五级啊 看刚才的气势最起码是五十级以上的吧 刚才还嚣张的老板此时也谦虚了起来 悄悄的小声说道 少年你好友啊 你的东西我全都要了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赶正面刚黑暗教团的 此时的刘晗却早已是冷汗之流 看着审查官离开的背影不经心中暗想 还好脑子的系统出现了 半个把我卡在了五级 但下一秒拍卖行老板 却是拿起了三十一级的魔力手 少年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这个也要卖吗 你确定不再想想 刘晗一想到这是地下城爆出来的东西 急忙摆手不卖不卖 这个搞错了 结果却因为太紧张直接将手镯拍飞了出去 好巧不巧刚好滚到黑暗审查官的脚边 看到审查官捡起的一瞬间 刘晗浑身上下的血都凉了 此时的审查官冷冷地说道 少年这个你要怎么解释啊 一个五级的菜鸟 是怎么获得三十一级的阿提派特的 这好像不怎么合理吧 老板见状转身就溜了 刘晗却是在飞快的心中暗想 这要怎么跟他解释 总不能说是在路边捡到的吧 不过一个五级的菜鸟也拘不了地下城 我跟你说这东西可贵着呢 还是赶紧收好吧 别被人骗了 这一番举动直接就把刘晗探了 就当他以为没事的时候 黑暗审查官却突然讲起了故事 你知道吗 大约十几年前 东部的一个小村落里生活着一对夫妇 丈夫是一位猎人 有一天他们的团队接到了利润还不错的任务 但却当他们找到猎物将要动手的时候 男人却把队友们给拦了下来 众人都很不理解 这时的男人却说这个不起眼的猎物是八十级的魔手 要是真的动手了他们全都会两两的 由于同伴们的怀疑 他不得已讲出了他是异界之人的事实 因为只有异界之人才能直接看到魔兽的等级 然而此时的魔兽还是被惊醒的 男人为了拯救整个团队 不得已说出了自己异界之人的真实身份 但此时八十级的凶猛魔兽却已经发现了他 男人为了掩护队友撤离独自一人留了下来 审查官看着刘晗说 已觉得这个故事的最后谁会是受害者 刘晗严肃地说道 肯定是那个自曝身份的异界之人 审查官却是挥了挥手指 对 正确答案是 除了那个异界之人和团队队长以外 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都是受害者 因为团队的队长将异界之人的身份告诉了审查官 从而免去了自己的罪责 然而他的所有队员都在调查中身亡了 那个异界之人在某种力量的帮助下活了下来 但是同村的人为了不被牵连 将他的家园毁了家人也全部遇难 男人一气之下涂露了整个村庄然后逃跑 和异世界有联系的所有人都会变得同行 还好你现在只有五级 根本不会成为怀疑的对象 刘涵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给自己讲这个故事 毕竟虽然自己确实是异界之人 却因为自己系统的暂地将自己卡在了五级 不料此时的审查官突然说道 其实这种事情很常见 一些经验丰富的异界人会将棘手的东西 交给你们这样的菜鸟铺 我可以赦免你的罪子 说吧 你属于哪只猎人队伍 听到这些话的一瞬间 刘涵立马就想起了自己那和蔼可亲的队伍 一想到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受到责乱 压抑了许久的刘涵瞬间暴露 扬起拳头就朝着审查官挥了过去 就在此时突然搜的一声一息红发声 阿提斯优雅地出现在了审查官的面前 抱歉打扰一下 我不得不稍微打断你们一下 就当刘涵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阿提斯一个眼神就把刘涵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 随即对着刘涵大骂道 你这个光长肌肉不长脑子的家伙 你知道你是在干什么吗 竟然连这种小事都干不好 不对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把阿提派特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你这个没用的肌肉男 你最好在这里给我老实待着 我不叫你永远不准起来 知道吗 就在刘涵不知所措的时候 阿提斯转身说道 对不起忘记介绍了 我是阿提斯 贝尼特斯 是贝尼特斯家族第37代的族长 看到这惊慌慌的家族徽章 审查官震惊地说道 不是说你们龙族猎人贝尼特斯家族已经裂绝了吗 收回徽章的阿提斯淡定地表示 那都是谣言了 大人还是不要轻信地好 我们家族确实是没落了 这个没长脑子的肌肉男 是我最近才雇佣的太娘 本来想着力气还挺大堂行李正好 此时的刘涵才知道 原来这是阿提斯在帮自己 于是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 对不起主人 我错了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于是在阿提斯的一番忽悠险 审查官就这样被忽悠了过去 不过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审查官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于是突然问道 你们的阿提派特有什么能力 刘涵说道 当然是火球了 阿提斯说道 当然是雷电了 这一口不同声的答案 却是让两人顿时呆住 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 越是漂亮的妹子越是会忽悠 这个模样清秀的家伙 虽然是个男的 但同样是个赶忽悠审查官的大忽悠 这一切都是因为刘涵不小心 将包里的垃圾装备掉了出来 然而这垃圾装备 却是别人眼中的极品 就在他被审查官盯上的时候 阿提斯突然跳出为他点围 对着审查官就是一顿大忽悠 就当他们成功蒙混过关的时候 审查官却是突然问道 你们的阿提派特是什么属性 两人一口不同声地回答道 火球 雷电 话刚出口两人瞬间就懵了 文言黑暗审查官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只见他单手一扬瞬间狂风大作 这一瞬间刘涵就陷入了回忆 那时的他刚进入猎人团座 环队厨师也是为他准备的新人特别识 看着幸灾落后的队友就知道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刘涵想想自己一个人在新手村的地区 觉得这简直就是人间美贵 毕竟现在自己有灰色 不再像之前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 其他的队友也有幸品尝到了这特殊的领域 但刘涵的反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三口吃完的他竟然还要再来吃 再想想自己如今的处境 很可能就要连累他们了 阿提斯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刘涵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对面的审查官却是打了一个详指表示 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待在我的这个封墙之内 即使受到再重的伤也会马上恢复如初 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们一个忠告 虽然会恢复 但是痛苦的过程却并不会减少 你想到可能会连累身边的阿提斯 刘涵立马就走了上去 你是要找到关闭地下城的人吧 是不是只要找到了他 就不会再伤害其他人了 闻眼审查官立马就收起了封墙 刘涵则是一脸严肃地说道 那就把我带走吧 我就是那个让地下城关闭的人 话音高落就有一辆马车冲了过来 来人不是旁人正是白毛见识 原来在刘涵离开之后 他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而且顺利地拔掉了地下城的核心 从而关闭了地下城 就在他差点饿死在一本平原上的时候 这辆马车就冲了回来 就这样他就被两个小嘎嘎救了回来 此时的白毛还在幻想着 自己以后的美好生活 毕竟自己现在可是关闭了地下城的大英雄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黑暗审查团的人带走调查了 刘涵也没想到这个替罪扬来的这么正确 原本刘涵还以为这家伙已经在地下城凉凉了 黑暗审查官还不好意思地 给刘涵两人诚恳地进行了道歉 还表示只要调查清楚 白毛没有问题的话就会放他 此时的阿提斯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没有马的马车即将离开的时候 审查官却是突然拉开了帘子将刘涵叫住 原本因为地下城关闭 刘涵一大包的魔兽材料根本没人要 还遭到了黑暗审查官的怀疑 好在此时出现了白毛见识 顺利承认了所有事情 刘涵就这样恢复了清白之身 就当他以为没事的时候 原想到审查官却是再次叫住他 原来审查官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决定将他所有的材料都买下来 而且是双倍的价格 虽然刘涵很想拒绝这个家伙 但无奈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经历过此番事情的刘涵也明白了很多 看着拿到钱却不开心的刘涵 阿提斯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此时刘涵突然说道 阿提斯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另一任的猎人协会因为地下城的关闭 已经是一团糟了 实在对不起伯克曼先生 真的非常抱歉 肌肉大叔伯克曼淡定地表示 你不用太过自责了 我也没想到这里的会长会卷钱跑路 旁边的队友也开始盘算以后的生活要路 毕竟现在猎人协会都没有了 而他们的全部身家也只剩下桌子上这些硬币 此时他们才知道他们这次是故意被堵在城外 毕竟他们团队的综合实力太强 实在是影响会长跑路 不过伯克曼此时却是非常乐观的本事 他跑路了正好 现在我们可以随便畅饮了 安博 你还记得我们当猎人的出行吗 我们当初只是为了保护村子 只要能和你并肩战斗 有没有协会都不要紧 大姐安博也害羞地小水说道 也正因为这样 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单着 真的吗 安博 这么说 就在此时后面的队友突然举着肉串说道 伯克曼这里还有好多烤串 看来这次我们可以大吃一顿了 结果下一秒嗖的一声 小嘎嘎手上的肉串瞬间分离 大姐气愤地说道 真不长眼 伯克曼等会派对结束你不许走 要把你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 就在大家开心玩闹的时候 协会的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只听斯亚一声开门声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探向了门口 下一秒伯克曼大叔就呆住了 只见一头红发吃力地撞开了大门 阿提斯的身上背着一个 和他身形极其不匹配的大包 一脸虚弱地说道 都别看着了 快 快过来帮忙啊 伯克曼大叔刚冲上去 阿提斯就无力地瘫倒在地 等到安博大姐两人将包袱扶起来的时候 阿提斯才不可置信地说道 这就是刘涵平时背的包吗 那个家伙是怎么整天背着这些东西走路的 伯克曼大叔却是一脸严肃地问他 你怎么会背着他的包 他去哪里了 阿提斯一脸忧伤地表示 我也不知道 他只告诉我把这个包带给你们 这时的安博大姐突然大叫道 伯克曼快来看 这里面有金币 而且整整一包全都是金币 刘涵被困在游戏中十年 为了能够回到现实世界 他每天挥剑九亿次 但经过无数次努力之后 他依然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等级 好在是他遇到了一个 带他如家人的团队 从此他便不再孤独 直到他异界之人的身份遭到了怀疑 虽然解开了误会 但他还是意识到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的身份迟早会连累自己的话 于是在委托阿提斯将所有的东西送回去之后 刘涵选择了不辞而别 他要再次自己扛下所有 因为在这个世界 所有跟异界之人有关系的人 都会遭到莫名其妙的针对和恶语 当他想起当时审察官对他的警告的时候 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之中 他的离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心有不甘的他 还是一拳砸碎了面前的物品 这一幕却是把旁边带着小孩的路人吓得不轻 就在刘涵还在一幕的时候 旁边的抢男子突然看见他说道 喂喂喂 你这个家伙 你砸坏的东西可是我们的重要物品了 另一边的队友看着刘涵的猎人勋章 却是一阵挡过 他们不明白刘涵为什么要突然退出 此时的大叔仿佛是明白了刘涵的行李 毕竟我们的工作很危险 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跟我们一样 对了阿提斯 如果以后你能够遇到他的话请转告他 如果他想要回来扛行李的话 我们团队全体成员随时欢迎 阿提斯带上都冒笑着回应他 放心吧 如果我真的还能再见到他的话 一定会努力劝他回来的 此时的其他队友却是想立马出去找刘涵 一定要他说个明白 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阿提斯看着他们争论的模样 不由的心中暗想道 如果我也能够拥有这样的队友的话该多好 另一边的刘涵却是被淋了一桶水 一个模样猥琐的光头大叫道 大哥大哥 他醒了 没想到壮硕的刘涵竟然被人绑了起来 一个十六块腹肌的大汉立声说道 听说你是个猎人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地盘上来 而且还打了我们的人 砸坏了我们的东西 对不起我是没有地方去了 才不小心走到这里的 东西是我砸的 他们的伤势他们自己扭倒了 不关我的事 这时身后的小嘎嘎大叫道 大哥他说谎 他身体坚硬的很 一定是用了什么魔法 文言刘涵一脸无语 我是个见识根本不会魔法 不信的话你就打我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大哥你要相信我们了 他的身上真的硬得跟铁一样 刘涵嚣张的一字一句的说道 胆小鬼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文言眼前的壮汉立马暴怒 沙包大的拳头朝着刘涵就呼了上去 结果刘涵一点事没有 壮汉的手指反而变成了麻花 男人被困在游戏中十年 每天坚持挥剑九亿词 今天他却被小嘎嘎抓住了 壮汉为了教训他一拳就呼了上来 但刘涵却一点事都没有 壮汉的手却变成了麻花 就在刘涵想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 众人却是对他这坚硬的身体产生了兴趣 就在此时突然一名身材矮小的白发老人走不出来 身边的小嘎嘎立马俯身说道 老爷子他很危险的 还是不要再靠近的好 老爷子却是一脸无所谓的表示 只是一只刚出来闯荡江湖的狗仔子罢了 没事的 文言刘涵立马就严肃了起来 在他说出狗的一瞬间 刘涵就想起了在新手村的经历 每天都要跟各种各样的魔犬战斗 食物也只有那难吃的魔犬肉 老头你说谁是狗 你知道我有多讨厌狗吗 没想到老爷子却是笑嘻嘻地说道 看你的样子很凶啊 想必是厌尸之地来的吧 随即老爷子就转身说道 行了 给他松绑吧 话音刚落刘涵聪的一下就震开了神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会知道厌尸之地 老爷子却是一脸坏笑地说道 你想知道啊 好奇的话以后就跟着我做事吧 就这样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六个月后 一群小嘎嘎正在围着一处破败的民房 围首的光头小嘎嘎嚣张地问他 小子们 抓紧时间把这里全都半口 身后的女主人大声叫道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这里是我们的家 我们又没有得罪你们 这世远处的猎人丈夫也赶了回来 朝着一群小嘎嘎就挥舞起了宝剑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敢动我的家人的话 我绝绕不了你们 然而围首的光头小嘎嘎却对此无懈一步 挥首大叫道 来人啊 可以上大锤了 下一秒 原本还气势十足的男人立马就蔫了 只见刘涵蒙着面 扛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就走了出来 虽是实力差距如此之大 但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 还是将剑指向了刘涵 看着抵在胸前的宝剑 刘涵面无表情地冷冷说道 走开 随即便挥舞起了手中的巨石锤子 只留丈夫一人在原地看着被折弯的宝剑 下一秒只听轰的一声 整个房子瞬间四分五裂 不过这一家人却并没有因此怨恨刘涵 原来是因为他们的房子太过老旧 刘涵一行人是专门为他们搭建新房子的 新建的房子不仅采光更好 而且用了更加结实的材料进行建造 这样即使魔兽冲进城内 也无法轻易损毁他们的房屋 这时的男主人才知道是他们误会了对方 看着儿子开心的样子 锅盖头丈夫也是急忙对这几人道歉 只不过此时的刘涵却是眼神呆滞 直到光头叫他才缓不神来 看着一家人幸福的模样 刘涵冷冷地说道 既然任务都完成了我就回去交叉了 不过这态度确实引起了光头的强烈补补 下一秒 互不相让的两人瞬间剑拔弩张 这个男人被困在了游戏世界十年 为了活下去 他每天挥剑九亿次 为了不让自己一介之人的身份连累对 他选择了加入一个更大的事 成为了城市拆迁队的一员 但长时间对自己身份隐瞒的压抑 使他的神经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 别人稍微一挑衅就差点暴走 一时间失控的他差点对身边的孩子出手 还好仅存的理智及时将他唤醒 这时的刘涵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 转身就离开了房间 光头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玩笑 竟然会让他发这么大的火 别人只知道这个身强力壮的家伙 一天就能做完别人一个月的工作 工资也是他们的十倍以上 但他们不知道刘涵时刻都在害怕自己的身份暴 于是他决定摊牌了 老子不装了 随即他就找到了管事的老 老头子 你今天就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那种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东西 你到底为什么会建造这种东西 老爷子面不改色地说道 所以我才花大价钱让你过去见到了 有什么问题吗 话音刚落 气得刘涵直接就砸了老爷子的水杯 一脸气愤地大叫道 你是在逗我玩吗 自从那天你提到厌食之地以后 我一直在给你工作 随即啪的一声老爷子的半边桌子 直接被拍得粉碎 撒完气的刘涵沉声说道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会知道厌食之地 那明明是我这种有系统的意见之人 才会到达的地方 老爷子却是一脸淡定地表示 你小子在这里发什么疯啊 要知道四十年前不论是我们 还是你们意见之人 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听到这里的刘涵 此时的老爷子看着窗外说道 你觉得你晚上睡不踏实 饭也吃不好 又不能对别人说自己的心里话 到底是因为什么 刘涵一脸落寞地说道 当然是因为我意见之人的身份 老爷子却是看着窗外的世界说道 小子你错了 从一开始就错了 这一切只是因为 你没有像一个普通人那样 在你们意世界人的眼里只有猎人 但更多的人 其实是靠其他的本事活着的 不管是意见之人 刚到这里的四十年前 还是现在 其实意世界的很多文化和技术 已经融入到了这里 只要不打架 放下心中的执念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你就不会再去瞎想这些东西了 随之老爷再在桌子上 拍了一张纸说道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就不要再跟猎人产生任何的关系 我会帮你在这里安顿下来的 刘涵看着纸上的委托任务 口中喃喃道 这不是建筑委托 为什么会是一个猎人的委托任务 就在此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男人被困在游戏世界十年 每天挥剑九一词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系统出现了法 为了在异世界生存下去 他找到了一个建筑工的工作 但隐瞒身份却给他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 老爷子为了帮他摆脱过去打打杀杀的生活 给了他最后一份猎人委托 就在刘涵疑惑老爷子 为什么会这样做的事情 老爷子却是突然指向了门口南南道 进来吧 就在刘涵看向门口的一瞬间 整个人都呆住了 因为来人正是他熟悉的那一抹红发 刘涵脱口而出 阿提斯 你为什么会找到这里 看到毫发无伤的刘涵 阿提斯也不由地高兴了起来 这时的刘涵才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对着老爷子问道 老头我可是一直遮着脸的 他是怎么找到我 老爷子一脸无奈地说道 小子 你是认真的吗 那么大点的围巾 能够遮住你这么明显的大块鲁 此时的刘涵却是非常的纠结 虽然他很想帮助阿提斯 但他的内心也非常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这时阿提斯突然开口道 老爷子你好 我是自由成猎人协会的阿提斯 是贝尼特斯家族 还不等他说完老爷子就打断了他 寒暄就免了 我知道这个大块头曾经是猎人 但是现在他可是我老头子的人 你竟然还敢找上门来 你是在小看我们建筑协会吗 你觉得当个猎人就很屌是吗 文言阿提斯急忙躬身上前说道 老爷子您别误会了 不是猎人协会的事情 是我们之间的私事 我跟他虽然不是一个队伍的 彼此也不是非常熟悉 但是当时他在萨特森林发现我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我的队友我的事情 总之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穿衣服 算了给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这时的老爷子的脑袋里面瞬间就有了画面 刘涵一看阿提斯这体育老师教的断句手法 立马就给老爷子解释了起来 老头你可别瞎想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结果此时在老爷子的视角里面 刘涵瞬间就变成了花心大萝卜的复兴汉 毕竟阿提斯那张过于清秀的脸庞实在让人迷糊 如果不是青年所见 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一定分不清他是男士女 自以为了解真相的老爷子当场起身 一个大力抽射就将刘涵给踢了出去 你这个臭小子 在他的任务结束之前我不想再见到你 气得刘涵直接对着阿提斯大骂的 你这个招摇撞骗的假女人 你说话就说话 为什么要省略掉那么多 看着蹲在原地尾驱巴巴的肌肉壮汉刘涵 阿提斯上前安慰道 你不要担心嘛 这次的任务其实很简单的 只用去萨特森林收集一些样本就可以了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我一定会保护你 我绑着 这个少年被困在异世界十年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他每天都会坚持挥荐酒一次 就在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隐藏身份的措施 西域的好友阿提斯却找上了门 无奈之下 刘涵只能冒着暴露的风险 陪他进入了森林 阿提斯还特意向刘涵保证的 放心吧 如果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我一定会保护你 我保证 但到现在刘涵还不明白 明明他认识那么多厉害的人 为什么带自己这个等级只有五级的菜鸟 阿提斯却是一脸开心的说道 怎么了累不累啊 累的话咱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下 刘涵只是边走边心中暗想道 算了 来都来了 只要像老头子说的那样凡事低调一点 就一定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在此时 刘涵突然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小魔兽 想要带一只回去养的刘涵 当即就和他友好交流了起来 就在刘涵想要炫耀一下的时候 阿提斯抬手之间便发射了一发火转术 小魔兽当场就打了 阿提斯还一脸紧张地上前一番警察 直接把所有的几毒药都给刘涵灌了一口 没想到阿提斯还成功收集到了他想要的羊 只是他们的一路上就变成了 刘涵吸引小动物 阿提斯随手就是一发火求水 但是在刘涵的眼中 这个家伙一路上除了在放火 就是在放火 边烧边说道 果然丛林里面太危险 要是没有清理就带你过去的话 说不定你会受伤的 怎么样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刘涵一脸无语地表示 如果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走的话 那你以后就不许再用火焰魔法 既用懂啊 此时的刘涵才知道原来这家伙也是个菜 由于阿提斯的魔法等级可以通过研究提升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走出过实验室 之前参加白毛的团队也是他第一次当猎人 知道真相的刘涵不禁吐槽道 哪有屠龙猎人在家里屠龙的 文言阿提斯立马反驳道 屠龙都是老皇帝了 现在的龙族基本上都灭绝了 几乎都看不到了好吧 听到这话的刘涵人都猛了 怎么可能灭绝啊 龙族明明那么强 只可惜我之前生活的地方没有龙 听到这里的阿提斯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看着棍子上的小蚂蚁 口中喃喃道 是啊 龙族确实很强 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魔力 可以在天空凹响 可以燃烧整片大地 而且只要杀敌就能升级 就像是人们所恐惧的异界之人一样 只是人们不知道 其实龙族也是可以沟通的 此时的刘涵也想起来了 他曾经也认识一只会说话的飞龙 会说话的飞龙你是认真的吗 是真的 我真的见到我 大笑之后的阿提斯再次伤胆了起来 看着收拾木材的刘涵说道 你真的不打算再当猎人了吗 其实我打算组建一个团队 就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呢 这里每天挥剑九亿刺的顶级大牢 却被眼前的红发当成了小嘎嘎 二话不说就朝他释放了火球说 就在刘涵一位自己一届之人的身存暴露的时候 也听通的一声一道红光声 拳头大小的火球直接擦着刘涵的头发飞 此时阿提斯还在口中难挡道 这里远比你想象的危险 下一秒 刘涵背后的魔兽被火球击中阴生倒地 由于阿提斯的精确瞄准 魔兽现在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这样他们也就不用担心有其他的同类 会被这受伤的魔兽召唤而来了 这时的刘涵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熟悉的红发竟然有如此细腻的形式 随即刘涵就开始处理这只魔兽 阿提斯却在把玩着头发说道 这是什么情况 按理说不应该有魔物主动攻击我们了 会不会是因为你放火惹怒他 但下一秒 刘涵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的系统面板竟然提示这是个地下城的魔兽 此时的阿提斯突然大吊倒 先别管魔盒了 快点先划开他的腕 原来阿提斯发现了远处多了的瞭望他 刚才的魔兽的肚子里也发现了人类的手指 看样子面前的这个地方已经被魔兽占了 刘涵还在怀疑是不是这附近出现新的地下城 就在他们商量这要不要回去报告给协会的时候 阿提斯突然发现了一个被绑着的人类 二话不说就要冲过去救他 还好被刘涵一把抓住 低声对着阿提斯呵斥道 你冷静点 里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你就这样冲进去吗 还不等他说阿提斯已经出手了 吓得旁边的魔兽绅士就拔出了黑表 结果下一秒 一阵滋滋声响起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高处的瞭望塔被瞬间毁尿 阿提斯举着手中的机关喃喃道 放心吧 遇到危险的话我会保护你的 随即就冲了上去 你就在这里等着 我去解救一下他 很快就回来 但在刘涵看来这一行为非常愚蠢 不过他却没有办法说出来 因为在他的系统中看出 这个人类早就已经凉凉了 阿提斯完全放开天性之后 很快就弄了进去 随处可以听到轰轰的炸裂声 再次解决掉一只小嘎嘎之后 阿提斯分析这个村子 至少已经被魔兽占领了半年以上 按理说这里不应该出现活着的人了 就在此时暗处的一只魔兽 却准备偷袭 虽然一击没有命中 但是这满屋子的庞大数量 以及知道偷袭的这个老六的特征 使得阿提斯出手的时候 根本不会守下留情 一个炸裂的火球树 过去硕大的房间 瞬间就变成了大烤箱 小小魔兽还敢搬门弄 要论老六偷袭 我可是你们的祖宗 就在一阵肆无忌惮的燃烧之后 阿提斯却是停了下来 无谓别的 只因为他的魔杖炸 但此时逃出来的魔兽 已经盯上了他 男 被昆依世界十年 每天坚持挥剑九一刺 今天的刘涵终于长知识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他 能把魔杖干报废的魔法师 而且就在魔兽盯上他的时候 他还能把魔杖当黑标识 虽然看起来力道软明明的 下一秒这魔兽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只听轰的一声 魔兽仿佛在温暖的火焰中 看到了他的奶 而阿提斯却是不慌不忙地 准备再来一根 看着面前这个 被他们解救下来的人质 阿提斯却是一脸悲伤 看来我们还是晚来一步 不过阿提斯却表示 这个人并不是这些怪物杀掉的 从尸体的身上看 他是被瞬间冻死的 不仅如此 我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勋章 他还是一个 二十七级的自由城的猎人 这时的刘涵也想起来 村子外面那些被抛弃的尸体旁边 也有这些勋章 但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新手村的森林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猎人 舍在这里 而且这么多人失踪协会 不可能没有发现了 除非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除非是在地下城里 就在阿提斯还在分析的时候 刘涵突然看到屁股下面 阵阵蓝光亮起 下一秒 刘涵看向井下大叫道 阿提斯快来看啊 这个东西应该就可以解开我们的疑问 看到眼前的一幕 刘涵疑惑地问道魔兽能制造这种传送通道吗 震惊的阿提斯回应道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传送通道只有空间魔法式能够创造成 如果这个通道的传送距离足够远的话 那至少需要六十级以上的空间魔法式才可以 就在刘涵他们商量着接下来要走饭的时候 一个人影夹杂着寒冷的气息 朝着刘涵他们就走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两人都不由得一惊 只见一个满口惊讶的白骨缓缓从刺骨的寒风中走出 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是传说中的妇妖种族 而且拥有七十二级的高等级 还是拥有物理性不灭的存在 只见他边靠近刘涵二人边说道 看来我养的那些小家伙们都不在了 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招待你们了 看这火焰魔法的痕迹 一定是那边那位的杰作了 就在此时阿提斯急忙拉住刘涵轻声说道 千万不要出色 他在成为妇妖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无感 但同时对魔力会非常敏感 他现在只能察觉到我这个魔法师的存在 就在此时突然一发冰锥朝着刘涵起来 只听他的一声给刘涵干的一击灵 吓得阿提斯还以为刘涵出了什么事情 还好只是一发试探性的攻击 并没有击中刘涵 就在此时 给自己按上假眼之后的妇妖也终于恢复了视影 注意按这是一个会动的骨头 因为他特别担心 时刻都在担心自己会凉凉 所以他选择成为了这种物理无灭的妇妖 这也正是他在这里嚣张的资本 面对阿提斯的攻击 他仅仅轻轻抬手就挡了下来 炸裂的火球不仅没有让他受伤 而且还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 就在刘涵两人还在争论怎么干掉这个家伙的时候 妇妖却是已经看穿了阿提斯的攻击方式 就在妇妖还想再观察一下的时候 一击不中的阿提斯立马就更换了攻击方式 伴随着他手上的机关快速射出 妇妖还在嚣张地表示没用的 你的攻击是打不到我的 结果下一秒 妇妖就被啪啪打脸了 虽然他并没有脸 伴随着一阵滋滋声响起 那一声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 刘涵还不明白为什么这次的攻击会奏效 原来阿提斯利用副妖视野不好的弱点 用遮盖本身魔力的暗器偷袭才成功的 这时的阿提斯边跑边说道 快点 只要我们进了森林 杂乱的魔力流动 就能够让他无法分辨出来我们的逃跑方向 话音刚落 刘涵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虽然作为见识的他并不会魔法 但是他还是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下一秒 只见他直接就拉住了正在逃跑的阿提斯 阿提斯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无数的冰锥在他们的面前拔地而起 形成了一道高锁的冰墙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冰墙瞬间就形成了河拢 形成了一颗遮天蔽玉的冰球 此时冰球的内部由于温度的骤然降低 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 还好阿提斯是火焰魔法师 他们还能通过魔力取暖 但下一秒他的魔杖就被冻住了 刘涵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对面的副妖就科普了起来 这完全是因为阿提斯不会冰系魔法 如果能够融合冰魔法元素进去的话 火焰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熄灭了 糟了 你们人生的最后一刻已经上完了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收学费了 你们准备好上路了吗 下一秒 只听傅妖大喝一声冰风万里 凌冽的寒风就朝着两人吹了过去 虽然刘涵感觉吹得有点不舒服 但也仅仅是不舒服而已 此时他最担心的还是身后的阿提斯 毕竟阿提斯虽然看起来等级比他高 但刘涵毕竟是需要54亿多点经验 才能升一级的存在 看到还能站在那里的刘涵 副妖也有些惊讶 这个五级的菜鸟怎么这么扛动啊 按理说早就该昏过去才对啊 虽然此时的刘涵非常想出手 但为了不暴露他一界之人的身份 他也只能等着阿提斯先昏过去 自己再快速出手解决战斗 但下一秒 阿提斯却是开始挣扎着说道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了 我不应该带你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现在的我也只能搏一把了 话音刚落 阿提斯就将手中的魔杖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当你的好朋友对你隐藏身份的时候 该怎么办 阿提斯的魔杖被冻住以后 他竟然将魔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下一秒他全身的魔力都被点开 看得一旁的刘涵都呆住 还以为他是把脑子冻坏了 另一边的副妖却是说出了真相 阿提斯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防止自己体内的魔力被冻住 这样他们就真的没有胜算 但就算如此 阿提斯也只剩下最后一搏之力 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等下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管 一旦冰墙出现缺口 你立马就冲出去 答应我 要不然我就是真的凉凉了也不会明目的 看到他的觉悟刘涵只能暂时同一下 得到肯定回复的阿提斯一无反目的就冲了上去 对面的副妖也对阿提斯的绝境一搏充满了兴趣 下一秒 只见阿提斯掏出全部的魔杖丢下魂魂 副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只听阿提斯大喝一声 给我破 轰轰的魔杖瞬间碎裂 所有的魔和能量汇聚到一里 但这却没能伤害妖妖分毫 甚至连她身上的衣服都没能破坏 等没有视野的她开启魔力感知的时候 她才发现着漫天的魔力碎片 竟然让她根本看不清人在哪里 此时的妖妖才意识到阿提斯的心思 就在她开动着没有脑人的脑袋 想着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一毒剧 张着血喷大口就冲向了妖妖 这时的刘涵才想起来 自己当时在丛林中听到的剧响是什么 那正是阿提斯变身的声音 原来自己一直视若挤出的好朋友 竟然是条龙 而且是个体型庞大的上古龙族的后裔 还能直接口吐人言和刘涵进行无障碍沟通 不过意识到危险的妖妖早就已经飞向了空中 这时她才看清楚阿提斯变身后的拳猫 此时妖妖也高兴地手舞足蹈了起来 毕竟这可是传说中的种族 还没有人真正地见到过这众上古巨龙 只见妖妖伸出鼓爪单手一扬 漫天的风雪就冲着巨龙的方向冲去 看着自己的技能能够完全压制巨龙 妖妖的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 要用眼前的这个巨龙做点什么 就在此时一发龙焰起来 毫无防备的妖妖直接就被轰了出去 漫天的风雪也逐渐被五光吞没 毫发无伤的妖妖还在调侃变身后的阿提斯 你这点实力在我的眼中根本就不够坎了 她不知道阿提斯的真正目的是趁机融化出来一个缺口 但刘涵还是在担心阿提斯 阿提斯虽然有血脉优势 但她毕竟才52级 而且以阿提斯的年龄也只能算是一只幼龙 很快阿提斯也明白了这一点 她将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了自己的魔盒上 下一秒 只听轰的一声一道粗大的火光阴声而出 看到这威力巨大的火球 妖妖却是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龙涵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出了这么长时间的队 内地里竟然是一条龙 但这次的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拥有物理不灭的妖妖 她不仅能够轻易地躲开变身后的阿提斯的鼓势 而且妖妖还造了一个巨大的冰球 将他们给关了进去 看到自己攻击没有奏效的阿提斯 转身对着刘涵安慰道 你不要担心 接下来我会使出全力破开冰墙 你再稍微坚持一下 可怜的阿提斯还不知道 他身边的这个五级的菜鸟才是位顶级大佬 就在此时突然起发冰锥袭来 看到危险的刘涵知道此时正是自己出手的机会 没想到阿提斯却是眼疾手快地帮刘涵挡下了攻击 还大声呵斥道 你这个五级的菜鸟 快点躲到我的身后去 这可是把刘涵给着急坏了 心中暗想到 要不是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自己才不愿意在这里干等着 没想到不讲武德的富妖 此时再次出手偷袭 还出烟嘲讽道 真没想到一个上古血脉的巨人 竟然会为了区区人类被我撤住 你这条小龙是被人类灌了什么迷魂堂 此时的阿提斯却在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们两个一个都走不了 还好他已经提前悄悄布置了一根魔杖 在趁着对富妖使用龙焰攻击的时候 悄悄回头一个小火苗喷出 冰层中的魔杖被瞬间触发 不断地闪躲的富妖也没有陷阱 挥手之间就有无数冰锥射出 两人一番魔法对决之后竟然不分上下 但这一切都是阿提斯的错觉 下一秒 他的火焰就被富妖生生撕裂 一脸阴森地大叫道 接下来就让你们感受一下终极恐惧吧 还不等他说完阿提斯一拳就轰了上去 这生猛的一拳直接将富妖嵌进了冰殿里 有些脱力的阿提斯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随即就重重地跪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也是心疼不已 够了阿提斯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但另一边的富妖却是一点事情也没了 轻飘飘地落到地上以后 还在不断地挑衅着阿提斯 阿提斯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快要打掌了 因为此时被触发的魔杖马上就要隐瞒磨合 于是对着刘涵告别道 希望你能够记得你的承诺 一定不要回头 就在此时刘涵背后的墙壁 突然发出耀眼的亮光 下一秒 轰的一声冰墙被瞬间炸裂 看到这一幕的富妖精的下巴都要掉了 虽然他并没有下巴 阿提斯冲向富妖大叫道 快走 不要回头 冰墙马上就要合上 我会帮你挡住这可恶的富妖 记住 你一定要安全地活下去 这次是我拖累你了 这一时间的巨变搞得刘涵也有些猛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决定先出去看看情况 下一秒 刘涵却是愣在了原地 注意看 这个巨龙为了拯救人类 竟然决定独自一龙面对比他高二十级的对手 就在刘涵准备冲向冰墙的缺口的时候 整个人却是顿时愣在了原地 只见远处的富妖盘吸在地大手一挥 遮天地狱的冰锥就朝着地面砸了下来 怒吼吧 冰锥风暴 此时的刘涵却是看着漫天的冰锥陷入了思考 就这样站在原地仅仅是伸出双手抵挡 看到这一幕的富妖也愣住 这个五级的菜鸟怎么不知道跑呢 难道是被我这威力巨大 声势震撼的技能给震惊了吗 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之下 刘涵竟然毫发无损 只不过挡在上面的阿提斯 却已经是千疮百孔 但此时的富妖却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 还在嘲讽道 真的是无语了 堂堂一个上古龙族后裔 竟然为了一个区区人类 将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就在刘涵冲上去查看伤势的时候 阿提斯还在有气无力地问道 怎么样 你没有受伤吧 此时刘涵心中对隐藏身份的念头 终于有了一丝动摇 原本他是想阿提斯昏过去之后 再快速出手解决掉这个富妖的 但以现在阿提斯的身体状况来看 自己如果再不出手的话 他可能就要凉凉了 看着陷入沉思的刘涵 阿提斯一脸抱歉地表示 对不起啊 都是我能力不够 如果我能再强大一点的话 就好了 明明说好了要保护你安全的 现在我却是 刘涵没想到仅仅是因为一个口头约定 一生骄傲的龙族竟然为自己战斗至此 当阿提斯再次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 只见富妖的身后已经缓缓凝聚出来了一把零件 你这个幼龙脑子冻坏掉了吧 竟然对人族产生了感情 难道你觉得保护弱者是很酷的事情吗 醒醒吧 那些都是弱者捏造的假象而已 要不然的话 你就真的要为这弱小的人类献身了 此时富妖的大招冰霜巨人的审判之剑 已经在空中凝聚成形 我劝你还是快点把你身边的人类解决了吧 他如果活下去的话 一定会为了巨额的奖金出卖你的 你看 他若晓得只要你抬抬脚指头就能解决掉 但阿提斯却是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不用再浪费口舌了 在人类的眼中你我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是自愿放弃人类身份 成为了这种游荡在人间的丑恶无量 而我虽然不是人族 但我就是死也会恪守自己的沉默 富妖瞪着空荡荡的眼神大叫道 你确定 那就别怪我了 话音刚落 空中的兵巨人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巨箭 一龙一人的身影拳都被笼罩在阴影之下 刘涵此时却是在大笑着说道 阿提斯 你活得可真够累的 其实我是不用你保护的 阿提斯却是看着空中的巨箭表示 我只是想象人一样 能够始终贯彻自己的信念 遵守自己的约定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刘涵就抽出自己的大箭冲了上去 注意看 这个少年被困在异世界十年 每天挥剑酒一次 练就了一身箭子肉 今天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面对着超级无敌的冰霜巨箭 刘涵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急到后面的巨龙阿提斯大叫道 你这个五级的菜鸟 你要干什么 这是你能打得过的吗 刘涵却是一脸自信的仰起头表示 阿提斯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现在就由我来守护这份承诺吧 话音刚落 刘涵瞬间原地弹射起飞 看着突然冲上来的刘涵 空中的富妖也是吓了一跳 区区一个五级的菜鸟 也想在我的面前起舞吗 但此时的刘涵却是眼神坚定 发型挑逸 大手一堆强壮的肌肉 瞬间完成报应 强大的气势 直接将面前的超级无敌冰霜巨箭砍断 剑不可切的骨头 也在这一剂之下寸寸碎裂 就连巨大的冰墙 也没能挡住这强大的剑气 剑气所过之处的冰炼全部炸裂 飞出的冰柱 直接就把阿提斯震惊在了原地 这尼玛也太强了吧 我使出洪荒之力 才打开了一个缺口 他这轻飘飘的一剑 就将整个冰墙给毁了 而且还差点把这强大的剑妖给灭了 这尼玛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家伙不是才五级吗 喂喂喂 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你不是才五级吗 这你究竟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我五十多级都没有你这么强 刘涵只能尴尬地笑了笑表示 反正我们两个都隐藏了身份 这次就算扯平了吧 大家都不要再计较了 另一边可怜的剑妖 已经碎成了一笔 下一秒他们脚下无数的触手伸出 刘涵和巨龙阿提斯全都被控制在了原底 伴随着一只骨头手掌的恢复 妇妖一脸嚣张地表示 这下你们惨了 这种触手是连我都无法完全控制的东西 他会一直把你们身上的魔力吸干为止 只不过到时候你们就没命了 看到眼前的妇妖刘涵也是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刚刚不是已经将他给打碎了吗 阿提斯缓缓说道 妇妖这种物理不灭的东西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普通的物理攻击根本就是没用的 其实的妇妖还在一脸嚣张地表示 五级的方法说出来 我还是可以将你们放走 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 刘涵强壮的肌肉直接把控制他们的触手 给抱得粉粉碎 看到这一幕的妇妖直接就惊呆了 这你马什么情况 就算是七十二级的我也撑不开的触手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到底有多少级 就在他还在思考的时候 一把大剑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头里 举着大剑的刘涵嚣张地大叫道 喂喂喂 骨头我问你一件事情 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说过我的等级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看 这个少年被困在异世界十年 每天坚持挥剑久一次 但是他的等级却只有五级 在面对七十二级的妇妖的时候 他的隐藏身份被对方一眼看穿 这让只有五级的刘涵瞬间 对七十二级的妇妖起了杀心 仅仅一次普通的挥剑就扬起了巨大的烟尘 这强大的威力 直接就把后面的巨龙队友看待着 牛逼 只有五级的他竟然比我这五十级的还厉害 下一秒 妇妖被拍碎飞得漫天都是骨头 瞬间就聚合到了一起 恢复了原状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人都骂了 这你马什么情况 难道我的攻击没有奏效吗 此时的妇妖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你这家伙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只有五级吗 为什么会这么强 刘涵却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可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的等级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等级 难道说你也是异界之人 有着传说中能看到别人等级的戏 唯言妇妖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看似拉胯的新手村里面 竟然藏有这么厉害的高手 虽然他逃跑的速度很快 但此时依旧是为时已晚 已经冲上来的刘涵 轮人了手中的巨剑 就朝着妇妖护了上去 这一声 毫无防备的妇妖 直接就被轰了回去 被砸到地上的妇妖 瞬间扬起了巨大的烟尘 不料他刚安好脑袋准备逃走 刘涵手持巨剑就已经追了上来 只却妖大叫道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坏人 才让我这个善良的异解之人遭到针对 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自知难以逃脱的妇妖再次出手 单手一挥一头巨大的冰金战士 瞬间凝聚成形 但却没能阻挡愤怒的刘涵分毫 只见他再次扬起手中的巨剑 妇妖的24K纯金小金牙 被磕磕剥落 这一剑扬起的巨大剑气 再次将妇妖给达了个粉粉碎 另一边的阿提斯看着战斗的场景 不由的心中暗想道 这哪里是5级能参与的战斗啊 简直都已经超出人族极限了 那种强大的剑气 根本不是人族的身体能够承受的 难道他有传说中的怒气在身吗 只不过这种物理攻击 对于能够无限恢复的妇妖来说毫无作用 不过此时的妇妖却是认损了 你没有对我下厮手 以你的实力我是不可能这么快恢复的 难道你是想要活捉我 然后回去换赏金吗 这一番话气的耿直的刘涵直接爆灭 你以为我在乎的是那些金币吗 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话音刚落 就将手中的石子朝着妇妖丢了过去 就在此时身后的巨龙阿提斯大叫他 快用怒气攻击他 他的身体恢复需要魔力 用怒气攻击就能打散魔力 此时刘涵可怜巴巴的说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什么魔力怒气生命力武力什么我都懂 关键是我只有五级啊 等级不够什么都用不了啊 我只有蛮力 你看 这是嚣张的七十二级的妇妖种 但他却被五级的刘涵包围了 下一秒 这个家伙就不讲武德的掏出了激光炮 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五级的刘涵太挑了 金鸡一挥就削掉了他的二十四K纯金的大金牙 然而妇妖所向无敌的冰金战士 却在刘涵的手中没有撑过一个红盒 更恐怖的是刘涵还有一头巨龙帮手 虽然妇妖这种物理不灭的生物 能够无限次地重组自己的身体 但也架不住刘涵这灰灰手就能把他打碎的技能 更气人的是这个巨龙阿提斯 还时不时地给刘涵来个惊点子 快用怒气攻击 用怒气他就没有办法重组身体了 但可怜的刘涵虽然很强 不过他的等级却只有五级 压根还没有解锁怒气 这可把阿提斯给急得直脑头 一时间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不过另一边的副妖却是眼前一亮 随手就是几发冰锥朝着刘涵丢去 刘涵轻松挡下以后表示 都给你说了你的攻击完全对我没用 就别浪费体力了 副妖却是大笑着说的 我知道对你没用 但没有怒气的你也完全拿我没办 不过后面的那条龙就不一样了 发音刚落 几发冰锥就朝着阿提斯急速射去 看到这一幕的阿提斯大叫道 不用管我 这是他的圈套 但刘涵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来挡住了攻击 下一秒 刘涵和巨龙阿提斯都愣住了 只见副妖大手一挥出现了几块平等的冰锻 一脸嚣张的大叫道 既然你用不了怒气 那就说明你只是个普通的人类 那这下你就玩完了 原本分散的冰砖瞬间凝聚成六边形炮头 汹涌的魔力开始快速朝着核心凝聚 这可是我研究出来的终极大杀器 还没有人能从这高浓缩的魔力下面存活 接受审判吧 你这个菜鸟 只听搜的一声高密度魔力喷涌而出 不偏不倚地直指刘涵和阿提斯 此时的阿提斯已经闭上了眼睛 因为他知道这一击他们躲不过去了 下一秒 只见刘涵大手一挥 后时的冰墙就被挡在了他们的前面 看着面前的情景阿提斯知道 这面冰墙是挡不住这么强大的压缩魔力的 于是对着刘涵大叫道 你走吧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的伤势太严重了已经走不了了 咱们两个步路都折在这里 不过刘涵却是再次举起了巨见喃喃道 阿提斯你没发现吗 这个家伙比我们刚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脏了很多了嘛 至于这个压缩魔力既然挡不住的话 你去披开他好了吗 不过这些话阿提斯并没有听信 只是在催促着刘涵离开 下一秒只听轰的一声 刘涵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看到眼前的情况 妇妖整个都呆住 只见粗大的压缩魔力激光瞬间被一分为二 而且眨眼之间 刘涵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待在原地的妇妖彻底震惊了 这种程度的蛮力已经超出他的认知 注意看 这个男人被困在异世界十年 每天挥剑九一次 就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 和他同样被困在异世界的人类 只不过这个人类已经放弃了人性 成为了一头不死不灭的妇妖 然而我们的男主 每天挥剑九一次的剑气可不是盖的 仅仅一次就破掉了妇妖发射的激光 就在妇妖看着眼前的荧幕难以置信的时候 刘涵这个老六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就像林小鸡仔一样轻松地就将妇妖拎了起来 还一脸坏笑地表示 怎么样我说的吧 哪有不死不灭的生物 在我的不断努力之下 你身上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多了不是吗 只要我的下手速度足够快 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恢复了 最终一定会被我揍成损墨的 结果刘涵的话音刚落 突然一阵淡蓝色的电流从他的手中暴走 下一秒 只听喷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只听喷的一声 一个巨大的黑影腾空而起 这正是逃出来的妇妖 此时他还在张着没有嘴的大嘴嘲讽道 小垃圾 我可是祭拜过比你等级还高的人 怎么可能在你小子的手里翻船 你自己慢慢解冻吗 脑子不完了 结果他刚说完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竟然发现自己的土 准确地说应该是腿骨没有 不过还不等他细行 另一边的巨大响声 再次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风 只见原本应该在冰冻中的刘涵 仅仅是轻轻一挥手中的长剑 巨大的冰雕就瞬间被瓦解 手中还拎着两根骨骨 难难道 都已经脱离你的身体了 还不老实 看来我还是要想办法 让你老实一点才行 看到眼前的一幕副妖顿感不妙 急忙张着满口的金牙大叫道 不要不要啊 只见另一边的老六刘涵 已经抓住骨头 在他粗大的大剑上研磨了起来 这滋滋的响声 直接将副妖听的毛骨锁了 虽然他并没有毛 另一边的老六刘涵 就在此时 远处的巨龙再也撑不住地倒下去 毕竟这种程度的损伤 早就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 刚才的战斗中也是一直在强撑着 看不下去的刘涵 直接咬开了一瓶治疗药术 毕竟这家伙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受伤的 虽然自己并不需要他的保护 但他还是把整瓶的药水 给倒在了变回人形的阿提斯的身上 只不过小伙伴们 眼前的这一幕 为什么小编觉得这么眨眼 片刻之后阿提斯才反应过来 急忙开口问道 对了刚才那个气势汹汹的富妖呢 文言刘涵这个老六 看着身后的大剑男男的 不用担心了 他已经被我钉在了地上动不了了 这是真的钉在了地上 怎么感觉这家伙有一点可疑呢 注意看 就在刘涵这个老六 想要坦白身份的时候 他身边的阿提斯 却是自顾自地说道 你可真的是太厉害了 竟然能将这么厉害的家伙 钉在原地 只是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这么结实 已经这样了 竟然还能够大喊大叫 文言刘涵急忙解释道 其实富妖怎么样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还不等他说完 红发阿提斯笑着打断道 没事的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能够活捉敌人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 仅凭我龙族的身份 是绝对没有可能存活下来的 所以接下来 我要向富妖那里确定一件事情 说着阿提斯就朝着富妖的方向走去 此时刘涵这个老六 急忙摆着手大叫道 等一下 其实我是想说我的身份 还不等他说完 富妖已经张着他的大金牙 嘲讽了起来 小龙龙 怎么你现在还想 二话不说就握住富妖的骨头 来了一波电流输出 这一招下去 差点把富妖这家伙 垫着骨头扎得都不上 刘涵看着痛苦的富妖难难道 富妖应该没有痛绝才对啊 你到底是怎么样 才能让他痛成这样啊 文言阿提斯解释道 其实也没什么 不过是由于富妖的身体 拥有极快的恢复能力 也就证明他的身体中充满了膜纳 如果只是普通人肯定不痛苦 但对于富妖来说 这点膜纳足以让他钻心刻骨 随即阿提斯看着地上能量 在不断流失的富妖难难道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还有没有同伙 为什么要猎杀那些无辜的猎人 不想彻底凉凉的话 就快点给真相告诉我 不然我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说吧 阿提斯再次加大了手上输出的力度 但此时的富妖早已疼得嗷嗷直觉 哪里还有力气回答问题 下一秒 忽然听得一声一枚金帝 从富妖的口中喷出 刘涵好奇地拿着金帝 正在思索的时候 地上的富妖开口说道 你这条小龙还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的 看来你的家族将你保护得很好了 如果换成是有见识的老龙的话 早就会选择和我们联手 就在阿提斯还在一步 富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一旁看着手中金帝的刘涵 却在自顾自的喃喃 格雷特恶斯联盟 又是这个 阿提斯刚想开口问这个联盟 代表什么的时候 地上的富妖突然一脸颠躺的大叫 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龙呢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终极奥义 话音刚若只见 一旁的阿提斯更是直接呆立在原地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一朵巨大的蓝色蘑菇云便腾空而起 第十二集的富妖怎么也不可能会想到 他有一天会被五级的菜鸟逼得走投无路 最终在阿提斯的疑惑之中 富妖一狠心就咬碎了自己的大冰牙 瞬间一颗巨大的蓝色蘑菇云腾空而起 另一边的山洞之中 蓝色小龙还在盘碎着 自己这次搬家应该搬到哪里 就在他好不容易收拾好 自己的随身物品的时候 这时的他才发现自己的包裹太大 自己这小小的身躯压根就带不动自己的家当 一想到自己的祖传家当带不动 这条蓝色小龙就头脑发懵 不争气的口水从眼角夺块而出 随即像个两吨重的孩子一样 抱着自己的包裹痛苦了起来 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首先是阿提斯两人进入森林之后 在他们行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将小龙的菜园给烧了 直接就切断了小龙的蔬菜供给线 后来刘寒和富妖战斗的时候 巨大的冰块还直接落到了小龙的洞穴上方 直接将他的山洞开了的大洞 紧接着就是腾空而起的蓝色蘑菇蛋 差点没把蓝色小龙直接给埋在山洞里面 此事之后的小龙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是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下 而这个脑袋不太好的小龙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曾经帮助过刘寒这个意见之人 从而受到了女神大人的惩罚 就在他为此忧郁悲伤的时候 他的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 等他意识到不对劲猛然回头看去的时候 结果空荡荡的山洞口却是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他疑惑着究竟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那个神秘的身影却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还在戏谑地表示 什么吗 这个大个子的飞龙怎么感觉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 文言差点没把这小龙吓得直接跳起来 毕竟他怎么说也算是这片大陆的高手 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到这么近的距离还不被自己发现 结果背着双剑的家伙再次一脸戏谑地表示 不用这么惊讶小家伙 我只是在附近找我的朋友 刚好听到这里有人说话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竟然是条会说话的龙 这种情况还真的是罕见 文言小龙一脸傲娇的博士 这有什么稀奇的 我可不是只会喷火的傻大个儿 不过这附近不可能有人啊 你找你朋友应该是跑错地方了 而且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一年都没有见到人类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 你还是到其他的地方看看吧 听到这里的见识男确实坚定地说道 你听我把话说完小家伙 你是完全有机会见到他的 准确来说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而是一句会行走的窟窿 说话间 不讲伍德的见识男就已经抽出了背后的长剑 这个憨生怕死的家伙为了能活得久一点 才选择成为了治愈能力超强的富妖种族 结果没想到他还是落到了老六刘涵的手中 在阿提斯一阵电流刺激之下 富妖这个家伙竟然选择了自我了断 这可把一旁的阿提斯吓坏了 急忙对着刘涵大叫道快跑啊 我的手被他的骨头吸住 你快点跑 别管我了 话音刚落 阿提斯就感觉自己身体中的能量在快速流逝 整个人也逐渐迷糊的起来 结果下一秒 刘涵这个老六抬腿一个大力抽射 直接就将马上要爆炸的富妖脑袋踢飞了出去 这一脚直接就将他们脱离了危险区 国足要是有着水平 开局一脚不就直接夺冠了吗 等到富妖的队友来这里查看情况的时候 他们也被现场这种惨烈的战斗场景给震惊 毕竟能将这么一大片树林一为平地的能量 任谁看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 红发妹子还在对着身边的家伙问道 怎么样 你的系统有没有分析出来 和富妖交手的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 从一南看着手中的粉末难难道 根据现场残留的痕迹来看 这留下的战斗痕迹 最少也有个一周以上 摩娜残留的痕迹也证明了 她是在这里自爆 文言妹子疑惑的都问道 自爆 怎么可能 她不就是因为想要活得久一点才做富妖的吗 话音刚落扛着双剑的家伙就已经爬上来 一把揽着红发妹子嬉笑着说道 雷丽 你那么担心那个家伙干什么 她已经凉凉了 还是多关心关心我吧 话音刚落指听刷的一声 后脸皮的双剑是急忙后退格挡 口中还在不断的调侃的 呦呦呦 不要生气嘛 妹子却是一脸厌恶的表示 我警告过你离我远一点 你的手还想要的话 就老实一点 否则下一次 我保证你没有格挡的机会 反观另一边后脸皮的双剑男 还在笑嘻嘻的表示 格挡不格挡的都没关系 我是无所谓只要你开心就好 反正到时候你还是会给我治疗 文言只听红发妹子 忽然冷哼一声就要再次动手 下一步 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一旁的披风男缓缓收起 长剑男男的 行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 看来这里就是那个骷髅战斗的终点 文言双剑的小剑是眯着小眼睛说道 终点 你们是说那个骷髅在这个地方凉凉了 披风男一脸严肃的表示 是的 就算以他的治愈能力 也没有办法修复自暴带来的伤害 而且现场的一切战斗痕迹 全都被炸裂的冲击过 那这么说确实有点奇怪 能让72级的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对手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 而且我在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真正战斗的地方 距离这个最终的地 距离有几公里以上 文言披风男皱着眉头说道 你是说他是在即将爆炸的一瞬间 被转移到这个地方 难道是什么强大的空间技能吗 他们绝对想不到 所谓强大的空间技能 就是刘涵这个老六的一脚大力抽射 刘涵意识到危险之后 直接一脚大力抽射 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脚飞踢 直接干出了一朵腾空而起的蓝色蘑菇鱼 这一番激情四射的解说 直接将躺在病床上的阿提斯都给听猛了 一脸尴尬地问道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原本那个家伙只是想吓吓咱们 他也没想到会被你一脚直接踢爆的呢 刘涵这个老六却是淡定的表示 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 最近你就不要出门了 因为这次我是偷偷跳过城墙 才把你带进来的 毕竟一个光膀子的大男人 抱着另一个光膀子的大男人 很难从城门进来 而且我还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 随便找了个旅店 还被人家当成坏人给赶了出来 之后在躲藏的过程中 还遇到了一群走私犯 总之可谓是忙活的一塌糊涂 不过还好最后还是老爷子好心收留了我们 你才能这么快地苏醒过来 文言阿提斯开心地大笑道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这次的我恐怕就要凉凉在荒郊野地里了 而且那些异界之人那么强悍 说不定还会被他们带回去做研究什么的呢 话音刚落 阿提斯突然摆着手大叫道 不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说别的异界之人 并没有说你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反观老六刘涵却是一脸淡然的本事 没什么可误会 异界之人做的事情我也十分清楚 其实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清除拉特纳的女神 而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偏了 文言阿提斯疑惑地问道 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异界之人 全都在对无辜的猎人进行下手呢 刘涵思索地回应道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许是因为植入到我身体中的系统是个残次品 阿提斯瞪着大眼质问道 你说到的系统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指异界之人在魔神那里获得的能力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目前我只知道这个系统可以看到别人的等级 其他的我还不太清楚 文言阿提斯分析道 难道一切都是这个系统的孤梦 是他让那些异界之人不得不按照他的命令行事 这样的话 很多事情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文言刘涵起身说道 刘可能是这样的 毕竟我的系统是残次品 等级最高也只能到达五级 五级之后的很多东西我没接触过 不是很清楚 至于能够对一个人影响到什么程度就更不清楚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变的 变得和其他的异界之人一样变得残茫 所以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的好了 我不想伤害我的朋友 说着刘涵就打开了房门继续说道 我已经攒够足够的盘查了 我马上就会离开这里 也没有必要再回到这里了 你保重嘛 刘涵这个老六一番煽情的诀别之后 一边床上的阿提斯再也听不下去了 只见他紧紧地抓着自己身上的床单 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阿提斯 安普提亚 拉格纳沃克 就在刘涵疑惑地回头 看着阿提斯心中暗想道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只见阿提斯握着拳头大叫道 我们是伟大的黑暗女神创造的龙族后裔 也是龙族中最名势里的火龙主 同时我们也是最知恩图报的种子 你明白吗 文言刘涵这个老六只是嘴角微微上扬的男男道 退役特种兵 刘涵 说罢这个老六在阿提斯期待的目光中 关上门扬长而去 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 一辆装载大件的马车停在了城门口等待出发 老爷子贴心地给刘涵准备了前往其他城市的地图 和一个他能够使用的新的身份 并且老爷子告诉他到那边安顿好以后 就把马车卖了吧 卖掉的钱就当是老爷子资助他的盘下来 文言刘涵这个老六倒是没有再可及 只是自信地表示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 他一定会出手 文言老爷子非常坚定地主托道 帮忙我就不奢望了 只要你不添乱就好了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一定不要像其他的异界之人一样 一旦你对人类动了手 一切都会不由自主地发生 从那一瞬间 你就会成为一个丧失理智的怪物 知道吗 文言刘涵却是一场自信的男男道 放心吧老爷子 我知道了 说完马车扬长而去 在快走出城门的时候 刘涵还在大声叫道 老爷子谢谢你了 有时间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听到这一切的老爷子 却是突然停下脚步 看着浩瀚的星空男男道 愿女神保佑你完成心中所愿吧 另一边的树林之中 蓝色小龙成功成为了 刘涵这个老幼的替罪人 因为刘涵和阿提斯 他们两个拍拍屯步走人以后 这个地方就只剩下 这头可怜的小男龙 不知情的异界之人 也只能先把他当成嫌疑犯抓起来 这可把小龙给冤枉坏了 原本自己是准备搬家的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现在还给带上了 这个马橘子一样的东西 简直难受死了 不过这红发妹子 倒是对这小龙爱护有加 毕竟这样的宠物 可真的是太稀有了 但他们检测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这头龙 战斗过的痕迹 而且现场残留的大部分 都是蛮力和初级磨难的痕迹 由此只能推断出 这里曾经有一个能徒手 就可以把富妖的补补捏碎的家 而且根据这些特征来看 击败那个骷髅的完全 有可能是一头500岁以上的老 因为我们在现场 发现的除了这些战斗痕迹之外 还有大量的龙穴 而附近找到的只有这条龙 你看 这个男人单手托起几吨重的木质马车 飞机突然起身啪的一声 就将轮子装了上去 身后本来想要买路前的小嘎嘎 直接下的原地跑路 只有一个可怜的头目 被刘涵强行留了下来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原本已经获得新城市地图的刘涵 信心满满地出了城 结果瞎跑了几天之后 才发现自己不认识地图 而且马车的轮子 还因为他的驾驶技术出了问题 就在他蹲在地上 在那里维修车轮的时候 一伙不长眼的小嘎嘎 就已经悄悄地盯上了这个老鹿 准备从他这里 要出下个月的饭前 毕竟这种穷山恶水的地方能遇到人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买卖了 随即几名小嘎嘎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为首的大光头还在嚣张地大叫道 这位先生 您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不如我们帮你分担一点如何 我卡尔德龙可是这片山谷中 最乐于助人的五星好市民了 结果下一秒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身后的小嘎嘎一见势头不尿 那可是转头就跑 只有这可怜的热心光头 被刘涵这个老六强行征位了马 还开心地大叫道 卡尔龙龙你可真的是太好了 真没想到在这荒郊野岭 还能找到人愿意无偿地帮助 旁边的光头却是小声嘟囔着嘴吐头的 要不是打不过你 谁愿意帮你 还有我的名字是卡尔德龙 闻言刘涵这个老六一脸嚣张地质问了 说什么 我怎么好像听到你不想帮助我了 是这样吗 卡尔龙东腔 听到这话的热心光头 那还敢继续聊下去 急忙指着旁边说道 您一定是听错了 我是说我们的运气真好 这么快就到了 当刘涵顺着他指着的方向 看过去的时候 彻底惊呆了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 可比原来我在的那个城市大多了 是的 这里可是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 咱们马车下面就是地下城的入口 这个深不见底的霞 也是咱们北部最大的地下城 然而此时刘涵这个老六 却是在看着下方的地下城心中暗示 这里的地下城距离城市 近到确实是挺近 但是我的身份 要想溜进去恐怕就很明了 而且看前面的样子 这个大城市的盘查 应该非常严格 不知道老爷子 给我准备的新身份 在这里好不好 结果还不等他细想 旁边的热心光头 就已经脚底抹油的开溜 下一秒冬着一声 这个光头就撞到了一堆墙上 挡住他去路的 正是刘涵这个老六 一看跑不了 光头立马切换滤镜 少侠 您看您的目的已经达到 您就饶了我吧 我可是这座城市的黑名单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八个嗷嗷带骨的海 如果我被守卫发现了 他们可就全都没了活路 在刘涵这个老六 即将到达新城市的时候 他的司机马夫 却是突然跑了 还切换了滤镜 对着这个老六好一顿诉苦 甚至不顾形象地 直接扑倒在地 抱着刘涵的大腿吐槽道 少侠呀 您是出来乍到 还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厉害 在这个地方的深处 有一个科莱塔集中 里面的那些家伙 已经不是人了你知道吗 那些人里面 就算是最垃圾的一个拉出来 都是个祸国殃民的角色 知道吗 而且我还听说 那个地方的罪里面 还关押着一个异界之人 你知道吗 那可是人人都 谈之色变的异迹之人了 我只是个小小的山大王 我可不想被带进那种地方 闻言刘涵这个老六 立马就瞪大了眼睛问他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有异界之人 被关在那个地方吗 还不等光头细说 后面的守卫 就已经察觉到异常走过来 吓得光头急忙大叫道 少侠 不行了您就行幸好 放我走吧 结果下一秒 只听一声清脆的啪嗒声 随即只见刘涵上前 挡住了卫兵南南道 长官没事了 那个是我雇来的车夫 突然就想家了不想家了 这是我的通行证 你看看 我是来送货的 这时的光头才看清 刚才刘涵给自己的 竟然是一整袋精力 此时这个老六头 也不回得南南道 行了你走吧 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也想重头开始 但是没钱任何时候 都是寸步难行的 这份盘缠应该足够 让你重新开始的 此时的光头 看着眼前的金币 深深的被这个老六的 气度给折服 发自内心的大叫道 少侠 我一定会记住您的恩情的 我一定会好好用 这份金币金盆洗手 重新开始的 闻言刘涵 这个老六头 也不回嚣张的 摆了白手南南道 行了都是江湖而拟 举手之劳而已 没必要这样 就当这个老六 沉醉在自己乐于 助人的美梦中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刚才说什么 金币 我尼玛 我的金币 这个是银币和铜币的代理 我拿错了 反应过来的老六 刘涵急忙转头 开始寻找光头 但此时哪里还有光头的身影 无奈之下 这个老六也只能先入关 之前城门前的牌子上 写着各种各样的小广闹 此时的刘涵 看着眼前的繁华景象 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原本他只是攒着血本 来这里当大爷 没想到还没进城门 差点连裤衩都没有 难道自己又要回到装修队 再次去当朋友 算了 反正自己这一身剑子肉 倒是和装修队挺配的 说自古红蓝出CP 但这两个老六 却是毫无默契 阿提斯的一句嘲讽 直接喷碎了老六刘涵的杯子 注意看 这个差点赔掉苦茶子的老六 第一次进入大城市 就发现了一个 尾随自己而来的大渊者 下一秒 老六刘涵抱起 阿提斯就是一个百米冲刺 直到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两人才停了下来 原来在刘涵离开上 一座城市的两天之后 得知消息的阿提斯 才正式出发 没想到还比刘涵 这个老六提前两天 到达了新的城市 腹黑的阿提斯 还在面带微笑的嘲讽呢 你来晚了 我可是整整 比你早到了两天啊 你都在路上磨蹭些什么呀 难不成是迷路了吗 文言只听咔的一声 刘涵手中的杯子 直接被震碎 随即犹如二哈一样 大吼着质问呢 我尼玛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迷路怎么办 我骄傲了吗 你才是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我们明明不是已经诀别了吗 听到这里的阿提斯 瞪着大眼睛 一脸无辜的质问呢 哎呀 什么道理 我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啊 难道老爷子没告诉你吗 文言此时的刘涵 立马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你的新身份 我已经在那边托人搞定了 你到的时候 自然会找到的 放心吧 老夫在靠谱这方面 可是遥遥领先 一时间刘涵这个老六的大脑中 全都是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我尼玛这老头子坑我 还不等他吐槽完 阿提斯就淡定地表示 我想组建一支队伍 加入我吧 刘涵却是不做深沉的 沉生表示 非常感谢你能看得起我 但是我一介之人的身份 你是知道的 没有任何人 还不等他说完 阿提斯突然打断了 我出钱 包吃住 文言旁边的刘涵 突然态度180度的大转变 面带微笑的喃喃道 没问题 你当队长 说完这个老六 就想起身躯畏畏脑袋 身后的阿提斯 却是突然质问道 为什么是我当队长 我才三十多级 明明你更厉害 刘涵这个老六 却是坦率地说的 老板 咱们理性一点 虽然我很强 但是我才五级啊 到时候咱们出名了 协会过来审查 你让我这个五级的菜鸟 请何以堪 那样的话 我不就直接暴露了吗 说完这些的老六 就静止朝着厨房走过去 结果下一年 他就被眼前的物体震惊了 我尼玛 这是什么东西 冰箱 牛逼 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会存在冰箱 阿提斯 却是异常淡定的表示 Easy Easy 你这个异界的老不懂 也太小看我们这个世界的题目 然而此时 刘涵这个老六 压根听不进去 异常兴奋地就冲了上去 口中还在不断地吐槽道 多少年了 我被困在这里的这些日子 无时无刻不再撕尿 我们冰镇快乐水 没想到啊 有朝一日在异世界 还能喝上这一口 说着迫不及待的刘涵 就已经将手 放在了冰箱的门把手上了 结果下一秒 冰的一声系统 页面残出 使用者等级不足 无法使用 刘涵这个老六 竟然在异世界发现了冰箱 就在他兴奋着自己 马上就能够喝上 欣欣念念的宅男快乐水的时候 结果冰箱却是无情地 对他发出了等级限制提示 气得这个老六 直接原地抓狂 差点就直接将 嘲讽他的冰箱给原地拆了 还好阿提斯及时上前阻拦 要不然自己刚置办的新家具 就要这么报废了 做完这些的阿提斯 还在一脸疑惑地质问道 你抽什么疯 冰箱不都是会检测 使用者的等级吗 这不是很正常吗 已经阴谋的刘涵 却是在咚咚咚地 用脑袋表达自己的郁闷 听到阿提斯说的话 刘涵却是撇着嘴角南南道 正常你个锤子 我们的世界压根 不会检测什么使用者的等级 是个人就能打开得好吗 文言阿提斯沉思了一会儿 南南道 你这么说的话 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 可以不让别人发现 你等级的方法 而且这样的话 还能让你出名 能让你快速地 接触到女神完成你的任务 听到这里的刘涵 一脸不可置信的问答 你不是说 没有能够隐藏等级的道具吗 只见阿提斯认真地 瞪着大眼睛表示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有四个字 那就是脱贫之福 说干就干 阿提斯立马就将刘涵 带到了房顶上 让他就在房顶上 充分地感受日光浴 此时的老六刘涵 和各位观众老爷 一样非常疑惑 他不知道这样做 究竟有什么用 完全防护的阿提斯 耐心地解释道 我的办法就是 将你伪装成 传说中的种族 沃尔特拉准族 这样的话 就能够有机会 完全避开对等级的解释 反正到时候 你听我的就完了 保证好用 因为他们的种族 不仅民风雕汉 能把沙漠中的 凯利科斯隆 当作移动工具 而且古铜色的皮肤 就是他们标志性的特点 就算是他们种族中的小孩子 也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就这样 刘涵这个老六 莫名其妙地 就被阿提斯给安排了 成为了铁柱的爸爸 听到这里老六 刘涵可是不乐意 大声吵吵着 我怀疑你针对我 我明明已经单身了二十年 你现在却让我装扮成 有富之夫 而且莫名其妙地 还成了两个孩子的地 还不等他吐槽完 阿提斯急忙打断道 你先别慌嘛 听我说 等你真的用这个种族的身份 闯出名堂的话 到时候就不用隐藏身份 听到这里的刘涵 也只能无奈地同意 他知道要想在这里 生存下去完成任务的活 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 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看阿提斯坚定的眼神 他应该也没得选 于是被包装的铁柱爸爸 就新鲜出了 两人就这样前往了 城市中所在的猎人血 只不过这一切 真的会像他们想象中的 那么顺利吗 这个女员工上班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一名 身材魁梧的壮汉 这名壮汉 正是被阿提斯包装之后的 老六刘涵 而刘涵这一身奇怪的装扮 也是引起了路人的强烈怀疑 这家伙是想要干什么呀 就是就是 你看看衣服也不穿 不就是有两块肌肉吗 在这臭血们什么 反观阿提斯这边 仅仅是稍微一施展他的美男计 就让对面的工作人员 妹子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这可把一旁的新员工 给极度坏了 还在小声吐槽道 凭什么好不容易 来那个精细的美男子 还被他给撞上 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差呀 听到这些的刘涵 直接冷哼一声质问道 你在说什么 文言妹子立马 就将前面的测试室 推了过来表示 对不起是我失态了 请将您的手 放在测试室上 我需要登记一下 您的等级 见状旁边的阿提斯 急忙打掩护 等一下 请千万不要让他测验 等级否则的话 还不等他说完一遍突生 只见老六刘涵 突然单手抓起测试室 只听咔嚓一声 随即面目争鸣的大叫道 这是邪恶的石头 我才不会让这种东西 亵渎我的身体 话音刚落只见 刘涵手中 莽然加大力度 下一秒 坚硬如铁的测试室 竟然被他生生捏碎 这生猛的一幕 直接就把后面的众人 给看得顿时呆立当场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单手又能够捏碎测试室 对啊对啊 他到底是什么人 听到这些的阿提斯嘴角 却是露出了一抹鬼的微笑 这时的新员工 才想起来一个 存在于这片大陆的传说 急忙询问道 难道您就是传说中的 博尔特拉种族吗 对一定是这样 也只有这样的种族 才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只有这个种族 是非常讨厌 这种磨合制作的东西 旁边的阿提斯一看 热度差不多了 急忙上前表示 对不起啊 我这位朋友 实在是不懂什么人情事故 脾气又非常的暴躁 想必你们也知道 对于他们来说 磨合制作的道具就是进入 不过对你们造成的损失 我们一定会培养的 当新员工一看到 阿提斯的小脸 立马就将眼神 转到了一边心中暗想道 这个帅哥终于来找我了 好幸福的感觉啊 眼见时机成熟 阿提斯急忙 掏出自己的家族徽章 继续说道 这样吧 你们的规矩我知道 我用我的家族做担保 不用让他注册成为猎人 只需要把他登记 成为我的护卫就可以了 看到这一幕的刘涵 心中暗想道 哎呀可以吗 原来这小子还有后手啊 我还以为需要我大闹一场呢 但这时候逐渐清醒过来的 新员工远事 可以是可以 不过需要您提供 您家族的文件才可以 而且注册成为护卫的流程 可是非常麻烦 听到这些的阿提斯 再次施展美男记轻声说道 没事不着急 我们的时间很充裕的 要陪你们多待一会儿 也是可以的 这谁能受得了 新员工直接就现场沦陷了 立马就奋笔急疏地 开始登记了起来 只剩下刘涵这个老六 在一旁看着他们羡慕极度狠 阿提斯仅仅是一个温柔的表情 就成功地征服了 对面的前台妹子 这可直接就把刘涵这个老六 给气怀了 为什么阿提斯那个家伙 就能那么轻易地 获得妹子的方形 我却被包装成这个样子 算了算了原谅他了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获得合理的身份 但是真的好伤心啊 我也想要女孩子的喜欢啊 结果还不等他细想 一群猎人壮士 就已经将他给围在了中间 一脸欣喜地大叫的 那个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 那个我能不能摸一下您的肌肉啊 壮士加入我们吧 我们把队伍收益的一半都给你 看着眼前这种场景 刘涵这个老六彻底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说好的妹子 这一群操汉子是什么情况啊 随着老六刘涵的一声 咆哮政策整个大厅 你们住手啊 我不要 另一边城市旁边的山谷中 有一处不为人知的神秘山洞 然而山洞的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如同一个巨大的基地一般 此时一个身影 站在高高的塔楼上 俯视着地面喃喃道 这里的规模还不错吗 明显比之前的地方大多了 这么说的不是旁人 正是风衣男 那个和刘涵一样 被传送到这个世界的异界之类 不同的是他们的系统没有固扰 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完全被系统控制了星星 而且听他们几人的谈话 他们仿佛已经和刘涵所在的 另一边的红发妹子雷丽 却是对这些利益交换没什么兴趣 毕竟对他来说能动手就别瞎吵吵 不直接的利益获取都是娘们鸡鸡 但此时的风衣男还在担心之前的那件事情 毕竟能将妇妖那个家伙逼到绝境 加上阿提斯在现场留下的龙血 在他们看来一定是条超过500岁的老龙 如果这些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大计划就麻烦了 小米眼确实表示 他已经有确切的消息表示 那个袭击妖妖的老龙 就在他们附近的这个城市里面 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以人类的身份进行生活 听到这些的妹子看着手中的试管讨访 你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用 咱们附近的可是做超级大城市 现在现场留下的龙血早就干成渣渣 没办法追踪 不过我相信作为这个区域负责人的 你一定会想到办法 听到这些的小迷眼眼睛眯得更小 满脸杀气地吐槽的 这又不是我的问题 我已经在尽力维持这个区域 文言封一难早了近来质问道 你做了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们不是来检查工作的 还是说说今天你叫我们来到底是为什么 不会就为了吐槽一下你的工作难度吗 那我就要认为你是在刷我们 那样的话后果你可是知道 此时的小迷眼却是突然咧着嘴角难难道 当然结果什么的我很清楚 突然只听他的一声响指 众人旁边的窗帘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个舞台 注意看 这个小迷眼竟然在异世界搞出了人工智能系统 只听他伸手一个响指打出 众人的眼前就缓缓显露出了一个舞台 此时的妹子还在一脸不屑地表示 你除了眼睛小花样还不少 就算你在屋里边整了舞台 也并不能增加我对你的好感 我对这种咿呀呀的跳舞可没什么兴趣 旁边的小迷眼却是咧着嘴角表示 别着急嘛 还没开始呢 话音刚弱只听肢呀一声 小蓝龙和一个毫无精神头的长发男子就走了上了 探亲眼前的情况之后 长发男子对着小迷眼问道 大哥你说只要我按照你说的做 完事之后你就放我离开是真的吗 文言小迷眼一脸坏笑地表示 放心吧我这个人可是说话算数的 而且我让你做的事情绝对是你喜欢的 话音刚弱旁边的妹子就被看到的东西给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她脖子上的是什么 你的人工智能系统成功了吗 随即对着小迷眼质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所有植入过系统里都因为副作用太大 全都凉凉了吗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小迷眼却是淡定地表示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有我的方法 总体的原理就是我想办法抑制了副作用 听到这里的寸头披风难质问了 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植入后的副作用了吗 可是这样的话 效果应该根本达不到那位想要的性能效果 此时的小迷眼也没了刚才的嚣张平静的解释了 不愧是理查德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谓 不过我问你 想要提高性能的话需要的是什么 魂言寸头披风难脱口而出的 你是说忌平 听到这里小蓝龙瞬间慌张了起来 西瓜大的泪珠从他的眼角夺胖而出 不过此时的他并不是在为自己伤心 而是为他下方的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虽然他的手中有装备 但是单薄的身体看起来是那么的弱不惊风 看到万事俱备的小迷眼指着长发男大叫 好了 所有的角色都已经登场了 接下来就尽情地表演吧 我最精致完美的作品 闻言长发男的表情瞬间就争鸣了起来大叫的 这个太符合我的口味了 大哥 真的是太辛苦你为我找到这么合适的了 大哥 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哈哈哈哈 伴随着小眼镜男挥手一声令响 那么游戏开始 话音刚落 长发男就已经将手伸到了自己的后腰 摸到了他闪闪发光的装备 面目猙獰的长发男看着自己面前的系统面闭大叫的 这个东西我用起来可是越来越满意 我可太喜欢这个系统 反观另一边的妹子却是闭着眼睛用出了剑舞的起手势 口中轻声的喃喃道 废话有点多了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这个妹子面对抽出大宝贝的壮汉时 抬手就是一招剑舞的起手势 看似绵软无力实则是满满的门道 双手一前一后 一攻一手 做完这些的妹子还轻烈的挑衅呢 狂吠之拳有何惧之 听到嘲讽的长发男瞬间暴梦 挥舞着手中的大宝贝冲上来就是凌空一击 另一边的小蓝龙听到声音完全蜷缩在地 毕竟在他到这个地方之后 是这个女孩一直在照顾他 而且女孩一看就和那个长发男有着实力差距 现在的小蓝龙压根不敢想 女孩输了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 只是没想到此时的他轻轻一扯 竟然扯下了自己嘴上的马角子 当小蓝龙趁机朝着外面看去 想要强行救走女孩的时候 他却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只见女孩一个轻盈的跳跃 轻松就躲过了长发男的挥舞 随即一套华丽的旋转 犹如在跳舞一般穿梭在男人的周围 长发男完全碰不到他半分 而且看女孩的脚步闪转的目 哪里有丝毫紧张的样子 一套花活之后 女孩再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手中的动作还是那么的优雅 只有此时的长发男一脸一获得大叫 喂喂喂 你在这里来回跳什么 你到底打不打呀 没看到还有观众的吗 只见此时的女孩缓缓变换着手 是轻声喃喃道 有观众的情况下 就更应该关注一下 自己的个人形象管理 怎么样 我为你做的新发型还喜欢吗 话音刚落 长发男引以为傲的长发就瞬间脱落 原来女孩在闪转腾挪之间 看似双方都没有触碰到对方 女孩却是以极快的身法 削断了长发男的头发 这可直接就把长发男给气坏了 整个人瞬间咆哮了起来 另一边的红发妹子 看着眼前的情况喃喃道 那个女孩也安装了系统了吗 但是男人的等级 比她高出了整整五级吗 这还有什么看到 等级的压制是绝对的 她毫无胜算 此时的小米眼 却是看着闭着眼睛的女孩表示 这次的这个实验体 和别的实验体是不一样的 你再仔细看看 红发妹子雷厉 再次疑惑地看了一眼后喃喃道 你是说这个女孩的眼睛看不见吗 话音刚落 另一边的长发男的身体周围 突然爆发出了一阵诡异的黄色气 整个人的关节也开始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 见状一边的小米眼急忙制止 胃快停下 今天可以了 到此为止吧 结果下一秒 无受控制的长发男的上半身 直接变成了地下城的魔兽塔 口中还在不断地大叫道 我的头发 我引以为傲的头发 不可饶恕 看到这一幕的妹子急忙质问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说这次的植入方法压制了副作用吗 她现在这副样子是什么情况 只是被剪短了一些头发 就直接变身成为魔兽 为自己的头发讨回公道 就在红发妹子蕾莉还在疑惑的时候 小米眼却是淡定地表示 这是一种狠心的东西 副作用就是一旦情绪过于激动 就会变身成坦逼 就在他们说话之间 变身完成的长发男 就已经朝着女孩冲了上去 但此时的女孩依旧是紧闭双眼 丝毫不慌 下一秒只听嘶嘶一声 一道蓝色电流快速滑过 出手的正是剑舞女孩 此时变身的短发男之觉的周身麻痹 再也使不出任何的力气 虽然心中有一万种不干 也只能滋滋冒烟地倒了下去 此时的女孩只是撇着脑袋喃喃道 看来也只是这个样子 这种程度应该就是她的极限了 随即转身对着小米眼的方向 身世一理喃喃道 先生她昏过去了 看来测试不得不先结束 反观小米眼这边却是摆了白手表示 没事了 你做得很好 反正她现在也已经没用了 帮我处理掉吧 听到这里的变身长发男垂死病中 经做起大叫道 先生我还可以继续 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此时一切为时已晚 只听刷的一声 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 从门缝看到这一切的小蓝龙 彻底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那个女孩子明明是那么的温柔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且从始至终眼睛都不眨一下 难道说他们说的那个什么系统 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呢 此时另一边的寸头 风一男却是质问道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是像你所说的 什么都看不见的话 她刚才的那些操作 应该都是在系统帮助小蓝条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那个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完成了呢 那么我有一点就非常好奇了 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汇报给那位 而是先告诉了我们 文言小蜜眼沉生说道 其实还有一点是你们没有看出来的 那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有缺陷的 而且非常明显 我们的系统能通过击杀敌员进行升级 但是现在的人工系统却不行 听到这里的妹子直接大叫道 你说什么 那我们要这种东西还有什么用 你做了这么长时间 准备了这一场戏 难道是想让我们给你求情吗 另一边的风一男却是站在窗边冷亨一声说道 雷丽你错了 她的目的是让我们给她提供一些东西 此时的小蜜眼也毫不掩饰的难难道 无愧为布鲁斯 总是一眼就能看到问题的关键 我想要的是一个能量核心 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并没有 寸头风一男听到这里有些疑惑的问 难道你说的是龙和吗 小蜜眼一脸得意的表示 正是这个 只不过出于我们和古龙的合作关系 这种东西比较敏感 我迟迟没有下手实验而已 但现在这样的话 应该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了 你看 这个二刀流的妹子一番精彩的表演过后 为她的老板小蜜眼 获得了一个可以捕获龙族的机会 见到效果的寸头 披风男也将自己的特殊道具交给了小蜜眼 并且告诉小蜜眼 这可是老板娘特意准备的稀有道具 那可是为古龙准备的 小蜜眼看着手中的金色小牌子 咧着嘴角喃喃道 是吗 看来这次的老板娘出手很是大方吗 看到这一切的妹子 累了一脸坏笑的调侃 这次既然有了特殊道具的家长 想必你的人工智能系统一定是手到擒来了吧 要是真的完成了任务 那可就是大功一剑了 好了 你继续努力吧 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 祝你好运 说完这一切的妹子 还不忘对着小蜜眼比了的终止 小蜜眼朝着妹子离开的方向 瞥了一眼后难难道 看来这一次还真的是把自己 摆上了一个不太好的位置 有了特殊道具的家长 如果不能找到古龙完善系统的话 那可就真的是我的责任了 难搞 算了还是想想 怎么样才能找到变为人形的古龙吧 要不然就真的难办 此时双剑流的女孩疑惑地问她 老板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小蜜眼叹了口气回应她 把里面那条小蓝龙带出来 你们两个把刚才的烂摊子收拾一下 我要出去了 闻言妹子只哑一声推开了房门 轰轰荡荡的屋子里 哪里还有小蓝龙的声音 虽然女孩并不能看见 眼前的具体情况 但她还是通过身体的感知 得到了小蓝龙 已经不在房间的信息 此时的小蓝龙满脑子 都是怎么才能快速地逃离这个地方 原本她还在为女孩伤心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小蜜眼是她的老板 自己才是那个最可怜的家伙 而且听他们刚才的谈话 肯定要对龙族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虽然自己并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龙族 但是自己的这副样子 一定会让别人误会 果然这里还是太危险了 我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先走为上马 就在小蓝龙思索之间 她就已经打开了通往自由世界的大门 这一刻她仿佛已经嗅到了自由 再向她招舍 长长的走廊 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制地跑道 张开翅膀梦和自由都在远方 结果就在这时身后的女孩突然大叫道 小蓝龙站转 小蓝龙刚想回头 跟女孩来个温情的道理 毕竟他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没想到双剑流的妹子那 可是脚底踩着闪电就出了什么 二话不说 手中就开始凝聚电光 电流在空气中滋滋作响的声音 犹如女孩给出了自己热情 四电的回复意 就在小蓝龙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过空而死的电流就已经到了她的头顶 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 一道汗日惊雷从天而降 还好小蓝龙速度够快 才没被这道电流击中 注意看这个脚踩闪电的女孩 这个可爱的小蓝龙只是想给她告别 女孩却是二话不说 直接抬手就是一发电凉 吓得小蓝龙直接腾空而起 才堪堪躲过攻击 就在小蓝龙庆幸着自己跑得快 才没有被击中的时候 一道明晃晃的蓝色光束 就已经出现在了她的脚踝上 下一秒 只见赤脚女孩一个蓄力直接腾空而起 就在小蓝龙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手持蓝色光束的光脚女孩 就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 只见此时的女孩缓缓睁开 并没有什么用的双眼难难道 对不起 没有先生的命令 你现在还不能走 但此时的小蓝龙可不管那么多 因为她知道 自己如果持续待在这个地方的话 接下来一定会成为 他们实验的牺牲品 所以她直接冲着对面的女孩大叫道 你知道我继续待下去会面对什么吗 况且我也不喜欢这种地方 闻言正在空中的赤脚女孩掀视一惊 心中暗想道 什么情况 先生没说过这种家伙竟然会说话呀 结果就在她犹豫的这一瞬间 小蓝龙张开翅膀直接冲天而起 女孩只能在身后大叫道 不行的 现在你不能离开了 但是看着小蓝龙不断上升的高度 她也只能无奈地松掉了手中的蓝色束缚光束 因为她知道天空不是她能去的地方 看到这一切的小蓝龙回头 看了一眼担心的暗想道 这个高度下去 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就在小蓝龙思索之时 山谷的上方突然亮起了蓝绿色的光芒 一圈一圈地不断闪烁 犹如被瞬间激活的电网一本 看到这一切的小蓝龙也知道大事不妙 但此时的他想回头已经为时已晚了 另一边城市下方的地下城深处之中 刘晗这个老六正在这里冲击变异蚁的蚁巢 结果他一个不小心就嘎掉了一只 看到这一切的刘晗还在不断地懊吼了 失误失误 又干掉一个 这个力度也太难把握了吧 想到这里的刘晗只能避开这些家伙的要害部位 但是面对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变异 刘晗也不由的心中暗箭 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没完没了的 而且还不能一次性结束战斗 想到这里的老六刘晗立马化身大聪明 直接一个S型的走位开始快速地穿梭在兽群之中 手中还犹如举着旗子一般举着自己的大甲 他还亲切地将这一招是命名为 刘晗是蛇皮走位的 这样的方法不仅能够轻易地避开兽群的要害 还能重创他们让他们不再具有持续战斗的能力 这样做的战法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速刮沙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别人升级 只见他看了看确认安全之后 忽然大叫道 好了阿提斯 这边的拳都准备好了 过来吃惊艳吧 你看这个扛着大剑的老六 他为了帮助自己的队友升级 竟然自创了一套刮沙式的战斗方法 做完这一切的准备之后 刘晗这个老六对着旁边大叫道 阿提斯可以了 这边安全了 可以过来吃惊艳了 就在变异兽群还在挣扎着想要起身的时候 一团巨大的龙溪火焰 就朝着兽群的方向袭了过去 原本还在挣扎的兽群 瞬间就变得外焦里难 噼里啪啦地冒着淡绿色的气泡 刘晗看着这些奇怪的气泡难难道 这是什么 之前打怪的时候可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呀 难道说这些魔兽是什么特殊的品种吗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绿色气泡在空气中凝结 变身后的阿提斯对着刘晗解释道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只是我们龙族的一种特殊的升级手段而已 文言刘晗不由的疑惑道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等级提升的速度应该很快才对呀 听到这里阿提斯无奈地解释道 这就不得不说起我们龙族特殊的体制了 我们并不能像你们的系统那样直接获得经验 从而在数字的层面提升自己的等级 我们需要用龙和引出自己战利品中所蕴含的生命能量 但是这些能量不像是你们获得经验那么纯粹 而是带有残存意识的生命能量 听到这里的刘晗仿佛也是想到什么 还不等他开口 恢复人形的阿提斯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如果短时间内吸收过量的生命能量的话 身体压根就承受不了 严重的话可能会直接暴体而亡 等阿提斯穿完衣服之后 刘晗才缓缓地说道 那这样的话确实没我们的系统方便了 突然感觉龙族也没什么好 一天只能吸收这么一点点 以你现在的等级想要再升30级的话 恐怕到你老死也不一定能做到 文言阿提斯却是淡定地表示 你说什么呢 我今年才150岁 在我们的家族之中我还是个小孩子 听到这话的刘晗彻底不淡定 150了还是小孩子 你们龙族的大人应该是多少岁 难道能活到上千岁吗 我累得乖乖啊 那得能升到多少级啊 阿提斯边走边解释道 具体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已经不能用正常测量等级的方法去测量了 其实也没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等级越高对生命能量的需求也会越高 相对应等级的猎物也会越来越少 而且都是非常强大的那种 坐在升降机上的老六刘晗思索的一番论文 那这么说的话 听到这里的阿提斯看着天空难难道 如果真是就这样放弃就好了 但偏偏这些古龙却是在向往着更加强大的人 文言刘晗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啊 就像我现在这样 低等级的魔兽压根就没有什么惊讶 只有五十级以上的才能稍微增加一点 要不是还有任务要做的话 我早就放弃升级了 阿提斯已经看着天空难难道 那是因为你的内心平和 古龙们却是为此想到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办法 传说中强大的龙族为了提升自己的等级 会一次性收集非常多的生命能量 并且将它们存放到一个地方 它们将这种地方称为龙井 而人类则将这种地方称为龙巢 听到这里的老六刘晗突然瞪大眼睛说道 那这样的话 我只要找到所谓的龙巢就能够提升自己的等级了 文言阿提斯确实没好气地表示 你又不是龙族 没有龙和压根吸收不了这样的能量 而且强大的生命力会直接重塑你的身体 没有龙和的话 你的身体是根本扛不住这样的能量 况且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循环往复 就在他们说这些的时候 身体的不断重塑直接就让小蓝龙失去了意识 虽然看不见的双剑流妹子很想救下他 但是一旁的仆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压根不敢让双剑流的长发妹子以身犯血 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在空中 不断地接受身体重塑的小蓝龙 但是空中滋滋的电流声 以及小蓝龙无意识惨叫 还是让双剑流的妹子落下的难以察觉的泪水 就此时突然当当一声 小蓝龙突然清醒了过来 只不过这次他清醒过来的地方却是意识世界 这里天水相间浩瀚无垠 只有小蓝龙自己孤独地站在这里 就在小蓝龙疑惑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并且对着小蓝龙的背影叫出了他的名字 艾弗尔是你吗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的一瞬间 小蓝龙就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还在骑士团中的生活 那时候的他还非常的娇小 能够完全趴到光头团长的身上 那时候骑士团的大家全都对他宠爱有加 那个在背后叫他的声音正是那个时候的光头骑士团长 这一瞬间的回忆瞬间让这个小蓝龙完全把握不住自己的情绪 见状另一边的光头团长也在嘲讽呢 哭什么哭都变成这么大一条 还是像条小龙一样撒娇 就在他们准备着好好续续旧的时候 突然一个诡异的王冠从空中掉落 这也瞬间让小蓝龙想起了骑士团的父母 正是因为自己 因为王子在乘坐自己的时候不慎从空中掉落 从而导致整个骑士团都成为了陪葬品 就在小蓝龙艾福尔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的整个身体就好像被什么束缚了一样 在不断朝着水下沉去 尽管他非常的着急 却是发不出一点声音 就在这最后的时刻 光头团长却是温柔的说道 艾福尔很开心地长大了 真的 再次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我们从来都没有怪物 放下对我们的执念了 偶尔也可以去交交新的朋友 去尝试着信任一下别人 别老是孤零零的一个 那样的话我们也是会很不放心的 至少要有一个互相陪伴的存在 艾福尔 小蓝龙在误闯了龙井之后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凉凉的时候 突然一阵巨大的能量将他从空中拉下 就在这一瞬间 小蓝龙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而这么做的正是不忍心 小蓝龙就此殒灭的双剑流妹子 只见他双手紧握牙关紧咬 显然他这么做自己也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不过好在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小蓝龙被他成功地就回了地面 只是此时的小蓝龙早已失去意识昏死了过去 妹子身后的仆人更是急忙提醒他 此时的女孩已经到了小蓝龙的身前将他拦在怀里 就这样过了半晌之后 小蓝龙终于恢复了意识 颤抖着声音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救我 女孩却是温柔地说道 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了 你吸入了太多的生命能量 身体中的气流已经被完全搅弯了 现在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说着女孩就对着身后大叫道 阿姨 快点把药箱拿过来 我现在要用治疗药剂 然而等他再次抬头的时候 却是发现身后的阿姨 早就已经变成了小蜜眼 还在沉声说道 你有点自作主张了吧 没想到这条小蓝龙既然会逃跑 别管他了 他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而且现在用药的话对我们来说也太浪费了 那么强大的龙气 就算是真正的龙族也不一定能抗得住 你觉得他这一条小小的飞龙能够抗得住吗 文言女孩忍不住皱了皱眉头难难倒 只是 还不等他说完另一遍的小蜜眼 直接转身摆了白手说道 好了就这样吧 送他上路吧 听到这里的女孩轻轻摸了摸小蓝龙的脑袋说道 你叫艾夫尔是吧 我叫艾莉 闭上眼睛吧 现在我们也算是真正的认识了 虽然时间有些短暂 但是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痛苦的 说着女孩就已经提起了手中的长剑 下一秒突然只听扑的一声 小蜜眼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音说道 先生 现在总可以给我治疗药剂了 等小蜜眼回头看去的时候 结果他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只见艾莉直接将自己的手臂划出了一条口 剑等了半天还没有反应的艾莉朝着自己的小臂诱势一下 这可把一旁的仆人给吓坏了 急忙对着小蜜眼求情道 先生 不行啊 再这么下去艾莉小姐也扛不住 只见此时的小蜜眼突然伸出食指说道 只此一次下不为力 不过艾莉 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定要让我看到你就她的价值 不然后果是什么你很清楚 文言艾莉一脸淡然地表示 谢谢先生 另一边一间满是植物的房间中 小蓝龙已经被包扎好放在了舒适的沙发上面 但接下来要迎接她的命运究竟会是如何呢 艾莉救下她又有什么目的 你看 这个女孩压上自己 才从小蜜眼的手中救下了小蓝龙的小蜜 只是此时的小蓝龙还不知道 这个女孩为什么这么做 费那么大的力气救下自己 难不成只是因为自己长得帅吗 女孩却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顺势反问道 艾莉你养过植物吗 文言艾莉一脸得意地表示 养植物算什么 想当年我可是有半个山头的菜园子 结果话刚出口 小蓝龙艾莉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急忙大叫道 不对你为什么这么猛 难道是想要找到合适的配菜将我吃掉吗 听到这话的女孩艾莉急忙解释道 我没有我不是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养活而已 因为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只能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能量绘图看世界 虽然看不清物体的颜色 但至少我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没有生命的存在我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我才喜欢养植物 但养植物对我来说没那么容易 非常容易枯萎 而你却不一样 在吸收了那么庞大的能量之后 还能够存活下来 就算是捕龙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你做到 他们不清楚状况 都以为你是因为运气好才存活了下来 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 你的身体中有一团远超其他生物的生命结晶 我想昧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河了吧 听到这里的小蓝龙艾弗尔吉利的解释道 怎么可能 我只是条飞龙 甚至连真正的龙族都算不上 怎么可能会存在龙河 不对 我记得那个小迷眼就是在找龙河 难不成你是想要将我交出去吗 闻眼女孩捂着自己的胸口不是 没错龙河确实是完善我人工智能系统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却并没有将这些原因告诉他 难道我这样做你还不相信我吗 听到这些话的小蓝龙瞬间就纠结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 应不应该相信他 不幸好纠结啊 有没有人能够帮我选择一下 一想到这里 小蓝龙突然想起了在精神世界中 光头骑士团长对自己说过的话 想到这些话的小蓝龙毛色顿开 急忙朝着艾绿问道 你说你能够感受到我的形态 是真的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的小蓝 立马就做出了一个鬼脸 结果这倒怪的动作差点没直接把女孩给笑碰了 毕竟从来都没有人或者生物让他这么放松 看到这一幕小蓝龙也是彻底放下了戒备 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孩没有骗自己 就这样一龙一人开心地在房间里玩耍了起来 两颗孤独的星野在这个时候给了彼此最大的信任 只是另一边的小蜜眼镇 却是又在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感谢观看